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 我发现这具身体是妥妥的三无产品 但是 不想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修仙机会 三年来一直勤奋苦练 然而 三年了 我依然是个扫地僧 还是个快要死了的扫地僧 师兄来了 来了吗 在哪儿 还有回旋的余地 我在努力升到那灵剑 一定还有机会 扭转命运 剑子来了 哇 师兄 剑子 这是 小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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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我居然 也能看到别人的人生面板 哇 小师兄太帅了 听说这个剑子杀气很重 之前有个弟子不小心弄脏他的衣服 第二天就横死山头了 这不废话 人家十八九童用镜巅峰了 比咱们翠体镜高出三个大经纪业呢 要不看看小师兄的吧 小平天天选之子 近期转折 在一颗歪脖子树下意外收获一株五品血运五糖 从而顺利打破之骨 他如万法镜 你才是男主吧 等等 五品血骨糖 那可是个稀罕宝贝 要性温和而且吸收极快 试了就能立马突破到那灵境了 既然如此 性命攸关 对不住了 师兄 找到了 只要吃了它 只要吃了它 我应该就能摆脱被赶下山后惨死的命运了 好恶心的味道 别抓紧其说才行 爽 爽 你下次突破了三次了 直接到了那灵境 这下就不用担心被赶出流云宗了 你鬼鬼醉醉的干什么 果然来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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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我 哈哈 好家伙 没了血缘骨疼就立马补上一点寒烟剑 天爷喂饭喂的也太过分了吧 哈哈哈哈 师兄 我是才侥幸踏入那灵境 正准备去内务阁参加外门弟子考核 哈哈 哈哈 办完事就赶紧滚 要不是答应师父不再随便杀人 你早就是个死人了 师兄 可是要去云霄阁 与你何干 嘿 师兄 南神风今日雾气失重山路泥泥 还请师兄当心 不用你说 谁不知道你萧平天是个死劫屁啊 什么天选之子气韵加深 还不是被我拿捏了 哈哈哈哈 水忽冷忽热太要命了 得赶紧找到寒烟剑 否则我要提前一个月挂掉了 找到了 快给我出来 快给我出来 我来怎么去了呢 前隆大陆 法宝分为四大等级 盘器 灵器 宝器 法器 每种等级 又分为上中下三个品级 整个刘云宗 只有一把上品法器 并且只有在灭门大难时 才能由宗主主持 法器迎战 刘云宗长老们大多 也就只有下品法器 而寒颜剑 便是一把下品法器 虽说是下品法器 但是法力实在常见 没有能感觉到 有一股寒颜循环之气 正在我体内流窜 这简直就是全自动 修仙辅助神器 真是个大宝贝啊 踏入了纳灵境 拿到了寒颜剑 这下我应该能改变命运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 来吧 让我看看我的面板 近期转折 一个月后遭仇家所杀死无葬身之地 不是吧 搞半天还是有死啊 想呀 还想跑 这声音 好像是赵玉虎 虎哥 我帮你恩主他吧 这个赵玉虎 上着他哥哥入了内门 整天为非作胆 估计又是欺负哪个杂义弟子了 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继续好笑平天羊毛 保住自己性命要紧 救命 救命 有没有人 要救我 你们 你们不要过来 你救啊 你就是救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滚开 来吧 虎哥让你好好收复 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 还是人吗 叶楚云 活腻了 来管你虎爷的事情 是不是几天没救你 皮肉痒痒了 给我弄死他 大哥 交给我吧 谁不知道这小子是废物一个 我一个屁就能把他崩了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你们一起上吧 去死了 快滚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这群败类 快撤啊 快撤啊 你给我等着 走走走走走 都怪我这该死的正义感 到手的羊毛不会飞了吧 显日 多谢师兄相救 姑娘不必客气 岂少知 请经验近期转折 三个月后觉醒轮回地脉 地体重塑 气运回归 女帝大佬啊 只可惜他三个月后才能觉醒 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呢 师 师兄 你 你怎么了 啊 没事 算了 送福送到西吧 哼 我看师妹你心神不定 这顾元丹你服下可调息元气 师兄今日出手相助 西岩已经感激不尽 这 这顾元丹太贵重了 师兄一定惨了很久 我不能要 哎 啊 如今我已是纳元净 顾元丹对我收效甚畏 倒是师妹你 或许可以借此机会 一举冲破修为 我不能一直保护你 唯有你自强 我方能安心 夜深了 师妹也早先回去吧 我还有师妹任务在身 就先走了 谢 并不会忘记师兄的恩情 他 呃 他没追过来吧 没 没追来了 大哥 叶楚云那个狗东西 走了什么狗使运 啊 那把剑绝对不简单 那怎么办呢 虎哥 感觉我们打不过他呀 哼 你们忘了吗 我哥可是远海三重镜 别说是剑 叶楚云的脑袋我也要拿下 今天的仇老子一定要报 这云霄阁怎么还灯瞎火的 一个人都没有啊 好瘆人啊 你在做什么 惹鬼啊 我只是路过不要缠着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好像有点软啊 热乎乎 你怎么啦 快点火也好 跪下去 萧师兄啊 哈哈哈哈 这么巧 这内务阁好大呀 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还好遇见师兄你啊 哈哈哈哈 这里是云霄阁 内务阁在那边 快滚出去 别妨碍我修炼 臭洁 谢师兄指点 近期转折 前往荔珠洞天 获得修炼传承 原来血缘古堂寒烟剑 都只是开胃菜 这才是正餐啊 让我来看看 突破纳园境后 我也算是正式成为外门弟子了 每个外门弟子 除了可以拥有单独的动物 还有一次进入藏书阁 寻找机缘秘籍的机会 为了更好的薅羊毛 不对 叫计创先辈的传承 这人是啥了吧 好好珍惜 这次进入藏书阁的机会 推手一个早晨啊 全是平平无奇地倒立的 一个有用的机缘都没出现 算了 还是自己进去找吧 闪开 别挡本大爷的路 又来一头肥羊 藏书阁废堆里 玄间上品密集 黄天不负有心人 全街上品混元箭胎 这可是专门为箭修打造的 炼体密集啊 住手的鸭子掉碗里了 太棒了 我猜两个时辰的功组 就突破到了纳元三处 滚元箭胎是剑修的炼体密集 身体机能越强 修炼的实力越强 又多了个增强实力的手段 结局还是没有变化 只是时间已经在倒计时了 仇家是谁 暂时也不得而知 既然如此 还是把能拿的机缘都拿了再说 是时候去闯一下黎珠冻天了 天煞孤星的命格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顶得住的 还好最近的机缘都是在强化身体 不然又得英年早逝了 这是好重的血腥味 血腥味越来越重了 什么东西软软的 这 这些都是 刘云宗弟子的尸体 什么人 我是 你是刘云宗外门弟子 可是接了师门任务来的 看来是外事长老带着弟子 在做师门任务 回长老的话 弟子不慎摔落悬崖 闻着血腥味特地前来查看 我关你修为 也就是个刚入门的纳元将 摔下悬崖一点事没有 你骗鬼呢 师父 死人一定有鬼 行了 外出武阳山弟子们遇害 还不清楚是否有幸存者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 既然来了 就正好打把手 王霜 你们俩去洞窟左侧 查看还有没有活着的人 是 师兄 我们走吧 师弟 我刚才不小心摆上脚了 要么你先去看看 我随后就到 好疼啊 师弟 慢先去啊 我脚好些了就去找你 哈哈哈哈 哼 傻子 啊 应该是这个方家 王霜啊王霜 耍这种小聪明 你的机缘 我可就不客气了 结实给你这么好 好痛啊 可不能拜拜错过 找到了 找到了 还活着 这应该就是贵人了吧 看看什么身份 断横 命格好运连连 命术命定姻缘 越挫越勇 近期转折 在舞阳山神秘山洞内 找到一颗神秘园胎 神秘园胎 对不住了师兄 看来是真的昏死过去了 没想到这一摔 既遇到贵人 又遇到新机缘 找到了 园胎应该就在里面了 这家伙竟然还能引动天地元气 一不一久 园胎和书都先收起来 给他慢慢的 是否将原胎伤害一致 收入储物空间 还好性命无碍 只是头部撞伤的有点严重 我需立即带他返回宗门治疗 你们俩留下看守矿洞 是 是 这次你做得很好 拿着信物 为宗门领取任务奖励吧 多谢长老 终于完事了 接下来就可以去黎珠洞天了 今天后山的无人把守 应该都调去看守灵石矿 这就是传承的试炼吗 天不生我 没有一剑可开山断疆 剑可开山断疆 这就是柳云宗重庆的顶级剑袖吗 不知小二 若想保命 离去 好强大的力量 要不是不原剑胎 我根本接不住 终于完抗 我是不可能走的 自从来了这个世界 路过的阿玛阿狗都能随意欺辱我 我每天做梦都希望能反击 现在 好不容易有一个翻盘的机会 我想活下来 我想成为人上人 不会是太用力打死了吧 还以为这次 有人能够继承我的一波 这小子 姿质还是不错的 确实最后一下用力过猛了 下次要再收一点力道才行啊 好小子 够坚韧 唯有心智坚定者 方可成就无上见到 老夫去矣 不管残存百年 忠得后继有人哪 好命的小子 大和剑法共十二层 用心习得可保你入万法劲无余 情缘剑法 乃矿式剑法 或许可达到剑道巅峰 只可惜 只有上部前五层 下部最有可能出现的地点 是在南方的蛮荒 切记 两本剑法 不宜同时练习 如何选择 揭开你的心智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找到叶楚云了吗 长老 宗门上下都找遍了 是啊 叶楚云 这几日你去哪儿了 回长老 弟子下山修炼去了 算着日子回来报答 好了 快跟我去见宗主 宗主 叶师弟 断恒断师兄 叶师弟 终于见面了 当日你救我 一直没有机会向你当面道谢呢 应该的 师兄不必放在心上 你就是叶楚云 好强大的气场 叶楚云 见过宗主 确实不错 在外门弟子中也算是冒奸的了 三日后便是内门大笔 叶楚云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三日后宗门大笔 宗主有意在外门弟子中挑剑人为以重任 段恒推荐了你 多谢宗主 多谢段恒师兄 行了 段恒叶楚云先退下吧 是 五阳山弟子是被何人所杀的事情 调查的怎么样了 啊 还并未发现任何踪迹 不过据调查 赤鬼宗最近人员调动很频繁 或许有些关系 继续调查 盯紧赤鬼宗 是 内门大笔我势在必得 如果我成为内门弟子 能接触到的机缘就更多了 在立珠洞天四天内 我已经把大河剑法炼制三层圆满 清圆剑法炼制二层小城 境界 也提升至了纳元八重 哎呀 修炼果然还是要靠 丹药和环境的加成啊 另外还找到了一本新法 万花剑法 和一块不知用途的罗盘产品 嗯 但光这些 怕是不够 不错不错 你是谁 好小子 我没看抖眼 哎 不错不错 反应很快 哦 原来是刘云宗的前辈 宗主获得紫色秘术 多了一个紫色的秘术 可惜还是免不了一死吗 所谓的贵人 该不会就是眼前这位吧 不知前辈有何指教 嘿嘿嘿 不愧是拿走混元剑胎的小子 是个可造之才 我没有看走眼呢 哈哈哈哈 接着 哎 我看你体内元气淤积 这本剑谱拿回去练练 对你有好处 嗯 多谢前辈 不用谢我 嘿嘿 我就在内务阁 有时间的话 便来寻我 老头子我年纪大了 喜欢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聊聊 前辈放心 晚辈若是有时间 会去拜访您的 这小子 倒是有点性子 这么多年了 那老家伙留下来的剑法 终于有人继承了 听说这次那门大笔的奖励 比以往要丰厚 第一名能得到极为罕见的杜鹅神单 还能任选一本秘籍 何止啊 听说有一位一只影视不出的长老 这次竟然想从胜出的外门弟子中 挑一个亲传弟子 真是罕见的 怪不得这么多人报名 排队排死我了 喂 小子 滚出来 给老子让位 后面 排队去 你说什么 活腻了 混蛋 最凡装大一把狼还插队的人 天哪 这不是今年风头正进的何守齐吗 发生了什么 我都没看清 何守齐被一招秒了 他不是外门新秀吗 也太快了吧 本来排队就很烦 还遇到这种傻差 这小子力量不错 叶倩 你怎么看这小子 何守齐太蠢 被他钻了空子 若是我 两招之内他必败 速箭速箭 比武开始 本次内门大比分为四轮 第一轮 百人混战 爸 给我吓死吧你 第一轮比赛结束 进击者 叶倩 徐若清 叶楚云 第一轮 筛选掉了部分实力偏弱的弟子 最近实力迅速提升 终于能感受到一丝丝穿越来的体验感了 第二轮 抽签一对一 胜者绝出十二强 败者直接淘汰 小子 准备好被淘汰吧 第三轮 也是外门弟子间对战的最后一轮 最终决出前六强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第三轮了 白竹青 他怎么来了 都第八次了 这家伙真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了 八次都没进内门 什么情况 看看他的面板 霉运之神转世 任何人靠近过程的时间 都会带来不信 这也太惨了 是个跟我一样惨的老倒霉蛋 白师兄 承让 叶师弟 我要开始了 这家伙虽然倒霉 但是修为境界却不差 不能掉以轻心 别误 孤注一掷 一啊 大 远续中击 哇靠 这个叶楚云是真的猛啊 一拳一个 这家伙才是外门的黑马呀 叶师弟 刚才只是开尾菜 现在才是真正的 这 叶楚云胜 今年的内门大笔可比早年有趣 真是才俊备出啊 你看这个丫头怎么样 她可是今年最有可能拔得内门头筹的选手 心高气傲 可惜实力配不上野心 那您看她呢 太过正派 修仙意图不可太刚正不阿 这两个已经是资历相当不错的了 你要是都不满意 红袖长老 恐怕这里没有能让你满意的人了 未必 我看那小子就不错 喂 你就是叶楚云吧 你能走到现在运气不错 但是遇到我 说明你运气用完了 叶剑可是外门最强 已经远海四重境了 黑马这次输定了 听到了吧 我劝你早点认输 省得丢人 明白吗 嗯 运气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东西 不识好歹 悦你剑法 你选剑法 合党 什么 心内的原力 我突然波动无法控制 是因为刚刚审出的齐旋剑法 是 以为顾鸟挡下一剑就能赢我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多少好运 齐旋剑法 攻 这小子疯了吧 竟然想跟叶剑对剑 叶剑手上这一把 可是中品灵气 区区目剑怎么可能赢 这家伙 怎么会有如此深不见底的原力 怎么回事 那是叶楚云的剑 与你这水平挺进外门前十二 已经算你总率 想进内门 你就别异想天开了 果然啊 叶楚云还是奇差一招啊 叶剑毕竟外门最强 打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是啊是啊 这下你还觉得叶剑不行吗 顾仙德 你什么时候也老眼昏花了 方才这小子使的是山下舞者接会的七弦剑法 虽有改动 但骗不过我 而他的武器更是一把随意打磨的木剑 在这种情况下 叶剑都没能重伤他 这种小子 在隐藏时 方才怕是七成力都没敢使出来 他居然没事 不会是黑马啊 可太厉害了 你高兴的 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居然完全没有伤口 都怪那个怪老头 在我跟叶剑对剑那一刻 突然传音过来 小子 短短三天 七弦剑法就使这 不错啊 以后若想跟着我练剑 许做到两点 进入内门 且不得内门头筹 另外 不能拜任何刘云宗长老为师 啊 啊 这自恋的老头 我可没说想跟着他练剑 不过我现在身怀剑无名的传承 若是拜刘云宗的长老为师 铁定会暴露 既然邓鹏组是我紫色命树的贵人 我便赌他一手 嘿嘿嘿嘿 抱歉啊 本来想拿个第六名低调进入内门呢 这次 怕是不能让你赢了 就凭你 你剑都没有了 拿什么和我斗 叶倩 你纵然有天资 但与你的家世脱不了干系 实话说 以你的家族背景 但凡有点天赋 一头老母猪也能上天 你 他哪儿冒出来的 怎么会 他 其实怎么跟之前太弱两人 叶倩 你 太弱了 这是一剑秒了吗 这还世人干的事吗 这刚入外门几天呀 这不也太恐怖了吧 一号场 叶楚云胜出 抽签交换战场 进行第二轮战力排序 裁判 这一场我认输 你好歹上了一台之后 嘿嘿嘿 大家都说我是个夯货 其实我机智的一批 叶倩都打不过 我肯定也打不过 反正都进前六了 名次对我没差别 叶倩帝 加油哦 不要这样啊 第三轮结束 大比最后一轮 与内门弟子对战 采用替换制度 一旦内门弟子失败 即刻逐出内门 胜者将成功进入内门 被门弟子入场 失敌失敌失妹们 大家好啊 哈哈 这是你们的门子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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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棒 哥 快跑 你不是叶楚元的对手 什么 让我虐虐他 虎弟放心 哥哥会替你报仇的 满犊子 老公 接下来 由内门弟子选择想要对战的选手 我先来 我选择和他交手 这可是我特地跟长老求来的名额 今天我就来搓搓你小子的锐气 替我弟弟报仇 这祸才应该叫赵鱼虎啊 真的虎呀 哥 我对不起你 没什么选择了 龙哥可是高出叶楚云一个大境界呢 快点呀 什么时候开始啊 小子 现在乖乖跪下认错 然后再留下你那把剑 兴许我还能让你输得不那么难堪 哎呦 好怕怕哦 敬酒不迟迟罚酒 天天非得打得你满地着牙 小子 再不出剑可就来不及了 对付你 我不用剑 我云的调 这怎么可能 这 屁层靠 无法 这什么 这叶楚云怎么这么猛啊 要叫我下去了 是叶楚云 他人还快 叶楚云 可 可以了吗 人都给你打运了 这很难不是在公告死仇啊 不是他还没说认输啊 赵师兄 你不行啊 还打吗 哇 岳叔 糟糕啊 本次内门大笔结束 进入内门的弟子共有四位 本次内门大笔除了丰厚的奖品之外 还有一项特别的奖励 哎 这就是那位隐士长老吗 太年轻了吧 听说是从青霞峰下来的 这位是青霞峰的红袖长老 今天来 是为了在你们中挑选一位 做他的亲传弟子 哇 叶楚云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我虽不敢称自己剑法无双 但万法竟已经鲜有敌手 败在我门下 你不知亏 而且青霞峰女弟子众多 到时候也好为你收一门亲事 那个传说只收女弟子的青霞峰 居然破例收男弟子了 哇 叶楚云这是飞来桃花运啊 败入青霞峰 叶楚云之后就平不清云了呀 哼 红袖长老 我很抱歉 我只想做内门弟子 不想做青传弟子 什么 他居然进去啊 你说什么 不识好歹 红袖长老可是多年没动过收徒的念头了 看上你是你的机缘 宗主 弟子确实没有做青传弟子的心思 也罢 难得还有人不愿意做我的弟子 倒是有趣 哼 既然他不想 那就好好让他做他的内门弟子 快 谁让我先答应了那个臭老头啊 哎 拒绝红袖 除了答应老头不败任何人为师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系统显示 红袖长老他 大陷将至 哈哈 长老 你可要对我负责呀 你博得内门头愁 宗文不是给了你住了神探吗 还让你到这来任选一本秘籍 你哭什么 还不是因为长老你 我才得罪了红袖长老 那可是青霞峰啊 整个刘云宗 哪个男弟子不想住在那里 好了 别哭了 我保证一个月内 祝你踏入远海境 啊 此话当真 哎 自然是真的 我既让你拒绝了红袖 便是有了教授你的心思 走吧 先去三楼挑选一本秘籍 至于选到什么 就看你的机缘了 三楼 哪里可是金转弟子才能建约的秘籍 这回赚到了 我真是服了 一本秘籍有这么难选吗 半个时辰了还没选好 哎呀 拳法张法我都没兴趣 这些身法倒是合适 哎呀 但是种类太多 难以抉择呀 不错啊 没有继续贪图剑法 还是虚心弥补不足 是可造之才 来吧 我给你选 此乃充虚鬼法 举步生风 幻影一行 是递接上品身法 寻常人很难驾驭 也很难完全掌握 啊 放心吧张老 我慢慢学就是了 对了张老 你跟红秀长老很熟吗 算是熟悉吧 哎 很多年前的事了 你小子又打什么坏主意了 这不是把红秀长老得罪了吗 想弥补一下 不知道邓长老有什么好法子 他确实一直有个心结 这个女人虽然看着冷酷 但对徒弟都很好的 倾囊相守 只可惜 哎 她那几个徒弟运势都很好 时常碰到大小机缘 但你要知道 凡事讲究因果 得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终会被凡事 都死了呀 怪不得红秀长老 对徒弟的事情这么敏感 这么多年也很少收徒 不过以她的命格 一般人确实顶不住啊 哎 你别一口一个红秀 若被他拼到 那一掌拍死你 他虽然叫红秀 但目前是宗门辈分高的人 那门长老 皆把他称为流云老祖 什么 他就是流云老祖 我记得秦熙岩不久之后 会败在流云老祖门下 若是我能提早让他们见面 那可是给了流云老祖一个大礼物啊 他应该不会再找我麻烦了 秦熙岩 我身体不太舒服 明天你替我当职吧 啊 真师姐 我已经帮你当职好几次了 若是被长老发现 定是要被罚的 长老们这些日子 都忙着处理内门大笔的事物 哪有空管我们 是啊是啊 我还去看了内门大笔 你们都不知道 实在是太精彩了 有个叫叶楚云的师兄 不仅拿了内门大笔第一 还把享受他为徒的青霞峰长老 给拒绝了 连青传弟子都不放在心上 简直不要太帅啊 肯定是因为红袖长老 给的不够多 想当初 宗主花了多少心血 才收了萧平天 哦 不愧是叶楚云师兄 好厉害 秦熙岩 叶师兄的名讳 也是你能叫的 你不会还想 叛復叶师兄吧 那可是未来 比肩贱子 萧平天的存在 别烂蛤蟆想吃天鹅肉 叶楚云师兄 才没有你们想得那么肤浅 他不做青传弟子 一定有他的道理 你认识叶师兄吗 怎么说的 好像很了解他一样 我有个远方表哥 当时跟叶师兄 一起从五阳山回来的 我知道的事情 比你多得多 我劝你 认清自己的定位 你就是一辈子当杂役的命 别痴心妄想了 你 请问 秦熙岩是住在这里吗 这声音 是叶楚云师兄 师兄 你是来找我的吗 你谁啊 不好意思啊 我来找秦熙岩的 有点事找的帮忙 人先带走了 叶师兄 秦师妹今日还要当职 不知你要带他去哪儿 我带他去哪儿 还要向你交代 这 师 师兄 师兄 你先放开我 秦师妹 不好意思啊 我 没事没事 还要谢谢师兄 刚刚出面解围 不知道师兄 找我什么事 不然 那天之后他连破四镜 连圣体也觉醒了 秦师妹 你也知道我拒绝 红袖长老的事 我现在得罪了他 要是找不到一个人 代替我做他的弟子 我的麻烦可就大了 我不行了吧 你全当帮师兄一个忙 若不成 也代表我努力过了 刘英宗我也不认识 别的女弟子 更没人愿意 跟我这么胡闹了 如果我不答应 师兄肯定找不到人了 到时候 真要被红袖长老牵怒 他一辈子就完了 好 我随师兄前去 一会儿碰到红袖长老 记得把这块玉绝拿出来 红袖长老丢了许久 一直在寻找 师兄是从哪里 得到这块玉绝的 我捡的 其实是从白猪青 这个老倒霉蛋那赢来的 内门弟子叶楚云 求见红袖长老 红袖长老 我给你送来一份大纪元 你快出来看看 包拯喜欢 师兄 无理小儿 大言不惭 谁允许你在青霞峰前 大吼大叫 看这个气势 应该就是青霞峰上的 上官晚长老了 上官长老 弟子并无冒犯青霞峰之意 之前让红袖长老不高兴了 这才想要弥补一下 弥补 你带了个脆体的女弟子来 是觉得我们青霞峰 很缺杂役吗 数十八 这不活的来真的呀 可怜上了 面积被盗履的女人 好狠 长老且慢 断横师兄 断横 你要干什么 弟子见过上官长老 叶师弟之前虽然冒犯了红袖长老 但他此番诚心道歉 不如上官长老给个机会 那他 你算什么东西 铁蝶交五 做事 婉儿住手 师尊 叶楚云 本座都要看看 你带来的究竟是何人 若是无能之人 本座保你神魂俱灭 就是他 整个刘云宗 没有比他更适合做您弟子的人了 啊 那个 师兄 我 万一 别怕 我相信你 把玉绝拿出来 红袖长老 这是弟子之前 在青霞峰捡到的东西 此外想着墨规园主 所以拉一个外门杂役 就像做老祖的关门弟子 小心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原来如此 婉儿 你们都先退下 我有话要跟秦延熙夜楚云讲 是 小祖 我看这女弟子平平无奇 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老祖宁的关门弟子 定是夜楚云 满口胡言 您可不要被这小子欺骗了呀 婉儿 你还是太浮躁了 退下吧 我自有分寸 虽只是初醒 但已初见争容 假以时日 必将明镇整个修行界 他可不是普通的杂役 而是大名鼎鼎的 上古神皇血脉的传承者 我吗 我真的是上古神皇血脉的传承者吗 你这小子 无事献殷勤 非奸计刀 说吧 什么是有求于我 不愧是红袖长老 什么都瞒不过您 我想请您 在将来弟子遇难时 能保我一命 你小子 这是有多怕死呀 就连婉儿都没能看出的血脉传承 夜楚云竟能看出来 这小子 真是有趣呀 小子 我答应你便是 这片金叶子有起死回生之效 你拿去吧 另外 我会对外宣布 你二人已败入我青霞峰门下 隔一段时日 你来我青霞峰走一遭就行 此外我不多管你的事 多谢红袖长老 红袖长老人美心善 偿命千岁 叶师弟 段师兄 刚才多亏有你 不然上官长老那一招 我怕是顶不住啊 外宣 我也是刚巧路过 我看过你和叶倩的内门比试 和我初次见你知识的修为相比 真是进步神速啊 叶师弟 你刚来内门不久 不如你来跟我修炼 我能帮你快速熟练内门功法 来吧 好啊 那以后就有劳师兄 这个简单让人不忍拒绝 段师兄今天怎么还不来 他一向很准时啊 难道有什么事耽搁了 虽然最近跟着邓鹏组 还有段行在修炼 但修为一直卡在纳园九重 无法提升 邓鹏组说想要突破 需要一场实战 可我哪有机会实战啊 五阳山矿洞被袭击了 提出不少弟子已经丧命 八大长老已经去五阳山坐镇了 前山回来了一些受伤的弟子 长老召集我们去支援 快走吧 五阳山矿洞被袭击了 段师兄今天一天没来 该不会也去了五阳山吧 段师兄不会出事了吧 叶师弟 我来了 段师兄 你受伤了 严不严重啊 一些皮肉伤 并无大碍 已经在山门简单包扎过了 我想着你可能还在这等我 就过来了 知晓你这几日正在破镜 这是我从五阳山拿回来的袁阳玉 有滋养人气的功效 很适合你 破原海镜不容易 万不可马虎 收下吧 师兄 你对我太好了 我太感动了 哦 师弟切记 袁阳玉的事情 可不能让外人知道 否则张老肯定要找我麻烦了 嗯 师兄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密的 哦 有人 师兄 你身上还有伤 先回去休息吧 我去看看 追了一晚上 还是跟丢了 昨晚到底是什么人 是在监视我 追了你一晚上 终于让我 抓到你了 叶楚云 你想偷袭我 好家伙 这又开始叠霸佛了 下山做任务 在微阳山都能得到一本神秘古谱 原来是萧师兄啊 误会误会 这小子几日不见 竟然从纳远一处突破到了军虫 误会 这里是云霄阁的后山 不可擅闯 还不快滚 是叶楚云来了 弟子叶楚云 拜见宗主 你最终 还是拜入青霞峰门下了 是 今日便是师父让我来的 他老人家说 我现在想突破境界不容易 最好的法子是下山历练 跟人实打实地交手一次 既然这样 平田 陈家宝的任务 你带着叶楚云一起去吧 让他下山历练历练 师尊 陈家任务弟子一个人就够了 不需要与人同行 宗主 我还是不麻烦萧师兄了 萧师兄实力高强 我只是个威莫的小透明 万一拖了师兄后腿 可就不好了 你实力威莫 整个刘云宗 怕是找不到第二个 像你这样进境神速的了 放心跟着平田去吧 多跟他学习学习 对你也有好处 就这么定了 我先走了 弟子谨遵教诲 一定跟着萧师兄好好学习 萧师兄 既然宗主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走吧 陈家宝得刘云宗百年庇护之大成 世世代代繁荣太平 陈家宝每隔十年 都会举行一次祭祖大典庆祝 刘云宗则历年都会派人保护 世兄 这个地方好热闹啊 是在开庙会吗 世兄 咱们要先逛逛吧 诶 世兄 你说这次任务到底是什么呀 会不会有危险啊 世兄 真是郭总 你给我闭嘴 这次任务是确保陈家 祭祖大典顺利进行 其他的 再多问一句 我就揪了你的舌头 世兄 哎哟 这不是刘云宗的萧师兄吗 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刘云宗最近发生了不少事 这边只能交给我 哈 原来是这样 那就要劳烦萧师兄了 那 萧师兄 请问这位小兄弟是 非要跟下山的杂鱼而已 不用管他 我和陈家主有钥匙相商 你就别跟来了 自个儿找个地方待着去吧 是 世兄 转什么 早晚给你羊毛猴吐 今天的我你爱搭不理 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 陈管家 小子初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的 有劳你带我四处逛逛了 近来家中事务繁忙 上上下下一堆事等着我处理 至于你这个闲散人员嘛 恐怕我无暇关照 你自便吧 一个杂鱼而已 不管他了 我们走 看来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看出小平天对我厌恶 想给我来个下马威 来讨好小平天 算了算了 那不劳烦陈管家 我自己去逛逛 外面那么热闹 我自己逛还乐得自在 看我的 谁丢的石头 居然敢偷袭我 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 哎呀 我的鞋面怎么弄脏了呀 谁呀 谁家熊孩子还搞这种恶作剧 身幼稚 居然打到了陈管家 哎 管家 哪个不张眼的 居然敢暗害我 别让我宰一招 哼 一定是这小子在报复我 一个不知名号的毛头小子 也敢在我这撒饮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来人 给我围住他 臭小子 站住 陈管家这是何一 我可是你们陈家的客人 刘云宗的弟子 臭小子 少在这装算 不过是个没名号的 杂鱼随从 居然敢用石头杂我 今天 我就替刘云宗 教教你规矩 都给我上 是 区区一个刘云宗的杂鱼 别敢揭我头上 看我不打得你满地照牙 别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小人 有眼不识泰山 饶命啊 这可是你们先动的手 现在知道求饶了 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 这就是你们陈家的做事风格 我算是见识到 臭小子 你快放开陈叔 这可是我们陈家的地盘 再不放开 我就叫我爹杀了你 少威胁我 不吃这套 没猜错的话 刚才那个石头就是你扔的吧 就要说我怎么了 在陈家 本小姐想丢谁就丢谁 还没人敢跟本小姐叫嚣 我劝你赶紧放开陈叔 否则 本小姐就对你不客气了 活了 不过就这点实力 还要对我不客气 你是在开玩笑吗 你居然敢 不敢死 我撞上了 要吃到怀里了 不要 我还是个 哎呀 我闪了 混蛋 刚认识就投怀送抱不好吧 陈小姐还是应该矜持一点 你不吃 你 你这个坏人 敢这么欺负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让我爹杀了你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闹成这样 成何体统 爹 你还为你而做主啊 他欺负我 你也师弟好啊 哎 段师兄也来了 真是太好了 原来如此 我算是听明白了 就是因为你 我平时太惯着你了 这么大个人 还整天瞎胡闹 爹 是他打人 都怪他 他还羞辱你 别说了 住口 那还不是你先挑起的事段 哎 惭愧啊 教女无方啊 让大家 见笑了 你们几个混账东西 夜师弟 乃清霞峰长老的 清传弟子 也是你们几个奴才 敢随意招惹的 来人呐 把这几个奴才 拉出去杖杀了 啊 夜师兄饶命 家主饶命 都是小人 有眼无珠 得罪了夜师兄 小人再也不敢了 求您 饶小人一命吧 哎呀 陈家主 小以惩戒就好了 我该打的已经打过了 要是再有不服的 也可以再来试试我的拳头 哎呀 闹出人命就不好了 今天就放你们一马吧 都是老夫照顾不周 夜师弟 还请多尽量 我愿付三百克零食 补偿夜师弟 往师弟 切莫推辞 陈家主客气了 三百个 出手也太酷气了吧 这回发了 夜师弟大人大量 无意追责你们 既然如此 你们几个 全都滚去柴房私过 送小姐回房 罚她五日不得出门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不好了老爷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 慌慌张张 为压山上的岸上守卫 并报收山上 来了一群鬼鬼祟祟之人 恐惑影响机组大典 是否要派人 前去探看 什么 竟有此事 还要劳烦萧师兄和夜师弟 前去探看了 羊毛 长出来了 肖师兄 这山上有点太黑了吧 身手不见五指的 害怕就赶紧滚回去 别妨碍我办事 四周连个鸟叫虫鸣都没有 说是有点诡异啊 情报上说的那群鬼鬼祟祟的人 到底在哪啊 怕不是搞错了吧 有情况 小贼 哪里逃 速度好快 借助充蛆鬼法 才能勉强跟手 此人不像是不小心泄露行踪 更像是刻意引诱 师兄 这人好像有意义 我们去什么地方 怕不是个陷阱 我们要小心点 我倒要看 他们能玩出什么花园 去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否则 死 你可杀不了我 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中计了 这可是我们专门为你准备的杀招 小平仙 你准备受死吧 就凭你们也想杀我 去杀 想利用幻术逃跑 雕虫小气 小师兄 突然提速怎么也不交代一声 我差点没跟上 我这里不需要你 你速回陈家宝 让断横提防赤鬼宗来袭 想跑 一风斩 他对着空气干嘛呢 站住 师兄你去哪儿啊 这哪儿有敌人啊 这人疯了吧 没想到还留了个纳元净的小跟班 小平仙已经自顾不暇了 他已经中了我们设下的困仙阵法 恐怕 他要跟他的假想敌 战到不死不休了 赤鬼宗的 那你们可要失望呢 我师兄可厉害了 你们恐怕杀不了他 你身上的古谱 最终也会被他拿走 你说什么 好古怪 这小子怎么知道我身上带着古谱 他这是一个纳元净的小跟班啊 蛤蛤 蠢货 我炸你的 原来他真的在你身上 我现在他是我的了 重去鬼房 好快 根本躲不开 好痛 我的胳膊 你 爷爷 饶我一命 我把孤谱给你 你放过我吧 该死 怎么这个纳元净的战力 比我这个原海净的还强 可恶啊 碰上硬查了 当我放过你也可以 不过 你得先把解阵的方法告诉我 否则 我 我真不知道爷爷 我只是负责 把萧平天引入窥仙阵 并守在这里 等突完成间宝的其他人再回来 再处置萧平天 我只是一个小喽喽 解除阵法 我真的不会 既然你不会解除阵法 那我就没办法饶你的命了 第一次杀人 还有点难以接受 可是如果不杀他 等他回去报信 会有更大的麻烦 人都已经死了 不想那么多了 拿了古谱再说 这古谱上面竟然有封印 以我现在的修为 竟然无法打开 算了 先收起来吧 小师兄被困 不知道何时出来 肥杨师兄的面板 危险异样 应该不会有问题 还是赶紧回陈家宝看看了 注意警戒 这次行动十分重要 非我赤鬼宗的人 全都杀了 是 没想到赤鬼宗 已经攻占了陈家宝外围 段师兄还在里面 不知道情况如何 强床肯定不行 得想办法混进去 两位兄弟辛苦了 小平天那里出了点意外 我得进去汇报了 站住 你们呀 怎么从未见过 把你的霍玉拿出来看看 霍 霍玉啊 稍等啊 我找找 霍玉是个傻 该不会是没有吧 弯肚子还真没有 看来只能硬闯了 快看天上 来了好多人啊 好像是刘云宗的人来救援了 有机器 住弟子听命 陈家宝有难 怎么看我们前来救援 我等合力将防护杖打破 是 趁这场面混乱 赶紧溜进去 不过来的怎么都是一些 清传弟子和内门弟子 飞扬师兄被针对 陈家宝此刻遇险 宗门也没派遣长老来解难 吃鬼宗这是对陈家宝 势在必得啊 就我一个人 实胆力薄 现在也很难 做到里营外合 希望段行师兄没事 得尽快找到他 一起想个对策 你们这只混蛋 刘云宗的人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废话真多 去死吧 本家宝这些修士 还真是顽抗 宁愿死也不愿投降 不过现在 只要突破城主府 这最后一道防线 东西就到手了 对了 五阳山那边 找得怎么样 在刘云宗长老们 私收五阳山之前 我多次前进去查找 都没有找到 估计和我猜测的差不多 赤鬼宗这两人 说话神神秘秘的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无论如何 必须拿到那两样东西 知道了吗 是 还有 任刘云宗那些老家伙 没到之前 你尽早离去 也被人发现 暴露了身份 是 是谁在那里 糟了 被发现了 跑不掉了 身下完蛋了 喂 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我 外围刘云宗的人正在破阵 我往前线去禀报 原来遮住脸就看不见面板了呀 不知道这人啥实力 我能不能从他手中逃脱 知道了 这是家主府内的地图 是让他们按照标记的地方行动 动作快点 是 太好了 居然没有被他发现 地图上的攻击点很分散 东一块西一块的 与其说是在攻陷 倒更像是在 找东西 还愣着 赶紧去啊 是 是 我真的去 外门邪道 今日我等 誓死守护床主母 爹不会让你们闯入 是吗 就凭你们几个蝼蚁也能拦住我 不自量力 去死吧 你怎么回事 居然看自己人 我 你是不是疯了 看清楚了 谁跟你们是自己人 叶楚云 怎么是你啊 是刘云宗的人 我们有救了 可好像只是个纳元将 还没我们消委高 怕不是来送死吧 纳元将怎么了 这么看不起纳元将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 纳元将的厉害 充许规罚 叶楚云这么厉害的吗 以前真是小瞧她了 这怎么可能啊 一招就打败了赤鬼宗这么多人 她只是个纳元将啊 怎么会这么强 两位还有什么要点评的吗 没有 叶楚云 没想到你还挺强的 看在你救了我们的份上 之前的事 我向你道歉 现在情况紧急 过去的事就算了 你也别放在心上了 对了 你可知道段师兄 现在人在何处 是否安全 施鬼宗刚攻进来时 段师兄带着人出去迎敌 后来就失踪了 真的很抱歉 我现在也不知道 他是否安全 段师兄失踪了 施鬼宗人这么多 段师兄不会出事了吧 我得赶紧找到他 谭家主 我们只是受邀来参加祭祖大典 现在人员已经损失惨重了呀 是啊是啊 难道还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去拼命吗 我们都一把老骨头了 哎 这赤鬼宗到底什么目的 要钱还是要命啊 对啊 到底是为什么呀 诸位莫慌 我陈家上下 一定全力抵挡赤鬼宗 这些老家伙 平时拿进陈家好处 这么关键的时候 一个个居然想临阵脱逃 真是太可恶了 气死我了 哼 我有办法 看我的 陈家主 我或许能解燃眉之急 这里的赤鬼宗 清理差不多了 其他地方的赤鬼宗 也都已经被我吸引到这里了 小师兄被侦掌 宗门内又被牵制 赤鬼宗恐怕朝宫已久了 这是我得到的赤鬼宗行动图 他们应该是盯上了陈家的药锦之物 只是不知道具体在何处 这 这什么这样 陈家主 赶紧把他们所有之物拿出来给他们 这样我们也能活下来啊 是啊是啊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皇民有紧啊 快拿出来吧 叶师弟 你刚才说能解燃眉之急 可是想到什么法子了 狗狗有令 第一个冲进宗可者 将赤字破镜单一枚 冲开 赤鬼宗内外兽人皆有消耗 努力必是迅速找到保护撤离 叶伦斩 只要撑到流云宗长网上 突破外围的阵盘 就能不惯伏劲 这些人实力虽弱 但像黄虫一样 太多了 根本杀不完 不过经过实战后 身体确有要突破的迹象 这个小子有点意思 这宗旨我们来搜过的 都没发现什么 莫不是藏有什么暗门通道 这群人在这里舍死防守 不会有错 东西肯定在里 况且刘云宗的长老 已经摆脱了我们在武阳山的牵制 不到一个时辰就能赶过来 我们得加快了 别耽误了任务 动手吧 小子 我来会会你 好快 来了个厉害的家伙 区区纳远镜小矛头 让你嘚瑟了这么久 不会真以为自己实力有多强吧 只是我没出手罢了 听了我这么久 终于砍下来了 这是 我这招炼成 你是第一个见过他 就用你来试试这招吧 什么情况 这小子气势 怎么突然得强了 大壳剑法 我还以为有多强 你这剑法伤害虽高 可惜速度太慢 注定不是我的对手 什么啊 你这招漏洞太大了 去死他 补陈 和预想的一样 上当了 星园剑法 什么 这小子还藏了一招 这小子根本没想用大壳剑法 而是为了骗我近身 真是太狡诈了 给我去 糟了 这一招躲不开了 撤 是逃不掉的 你去死吧 赢 赢了 我会赢了 真是太好了 别高兴太早 他还没死呢 受了这么强的一击 居然没死 真是太可怕了 确实小看这小子了 皇上 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动手啊 太招弱了 下次再这样 就杀了你 好快 属于学规法 再勉强躲开 刚刚使用青元剑法 如果身体消耗太大 已经支撑不住了 如果我们就站下去了 我得赶紧离开这儿 还想跑 吹上来了 我还有红袖 给他保命体牌 难道真要约在这里吗 叶楚云 这边 陈小姐 受死吧 中了 危险快闪开 叶 叶楚云 这是 这是什么 叶楚云 这里是陈家祖宅结界 是陈家老祖留下的 尚能支撑一会儿 只是家里的叔叔伯伯们 跑得跑 死得死 别担心 你父亲现在何处 叶师弟 你终于回来了 小柔 你去外面看着 别让人靠近这里 我有话和你叶师兄说 是 陈家主 有何事就请直说吧 叶师弟 求你救救小女吧 陈家主不可 你快起来吧 这是做什么 有话好好说 叶师弟 你也看到了 陈家已经无力回天了 陈家主 刘云宗的长老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现在放弃为时过早啊 这祖宅屏障 是我陈家最后的防御 也最多维持不过一刻了 怕是牛云宗长老 没敢来 就被攻破了 陈某 只想在临死前 求你一件事 忽悠小柔 进入青霞峰 陈家主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以我目前的状态 自身难保 恐怕很难带陈小姐离开 此物名为玉痴梨 乃陈家祖上流传下来 陈家应其壮大 最终 怕是也要应其消亡 叶师弟心性纯良 此物托付给你 我很放心 随后 我会用秘法 将叶师弟和小柔 送出陈家宝 请叶师弟 切莫推辞 这就是赤鬼宗 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那我就收下了 陈家主放心 有我夜处晕一日 就绝不让陈小姐 受半点委屈 爹 他们一闯进来的 若不是我爹 将你带前的病友 你们早就死了 都死到临头了 还管得了那些 陈家主 赤鬼宗要的东西 你该交出去了吧 难不成 真想让大家 给你们陈家陪葬吗 诸位 请容我准备片刻 叶师弟 麻烦你带小女 先去内奸等候 好 叶楚云 他们人多势众 我好担心父亲啊 这些人贪生怕死 为了活命 他们不会逼我父亲 交出东西吧 我来看看你们的情况 这些人应该会这么做 不过陈家主 肯定不会交出的 诸位 很怕赤鬼宗吗 陈家主的面板显示 会被段恒折磨至死 段师兄 折磨陈家主 怎么会是啊 是鬼宗 要来就来吧 陈男后 你疯了吧 你要干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情况 防护罩 怎么突然从内部破开了 之前还在负语顽抗 这又是在耍什么手段 不管他们在耍什么手段 既然屏障引力 我们赶紧进去看看 任务要紧 爹 你要做什么 快放我们下去 我们怎么突然飘下来了 陈家主这是开启了 家族秘阵吗 里面发生了什么 父亲不会出事了吧 给我把阵法停下 阵法一旦启动 就无法停下 你死这条心吧 爹 是鬼宗的畜生 你快放了我爹 这是之前遇到的那个家伙 爹师兄 我求救你 救救我爹 你救救他 陈小姐 如果我们现在出去 陈家主所做的一切 都白费了 你们若是走了 我会用最折磨人的方式 杀了他 陈小姐 还不如求求你的师兄 难道你想眼睁睁 看着你父亲惨死吗 肉儿 快走 不用管爹 爹不怕死 爹只想你能平安离开 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不识好歹的东西 死到临头还逞强 爹 爹 书云 救 救 救爹爹 对不起 我只能这么做 陈家主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护送陈小姐 安全离开 这个路线是去往刘云宗 只是传送速度 逐渐变慢 力量也开始消散 陈家主 你肯定立即就把我们杀了 你的接近我 就是为了那个 你怎么确定在我身上 你跟王霜组队前往山洞深处 而在我杀死王霜那个蠢货前 他说前往洞穴深处的只有你 况且 叶师弟你最近进步之神速 很难让人不起疑啊 宿主 结局 近期转折 已更新 我将在落峡谷陨落 落峡谷 那不就是这儿吗 完蛋了 不是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吗 看近期转折的情形 或许还有转机 只要吞下杜恶神丹 被打成重伤 或许能够扭转生死 为了活命 只能放手一搏了 杜恶神丹 想要吸收杜恶神丹 至少也要远海静 你区区纳远静 怕是要被这股能量撑爆身体 简直是在自寻死落 这股能量 看来都不用我动手了 交出你手中的秘宝 师兄我就送你一场 替你早点结束痛苦 我就让你更痛苦 来吧 只要三重伤一下 就能够扭转生死 这怎么能 还原剑 怎么回事啊 剑怎么自己出来了 武器至上才会护住 你一个纳元剑 怎会有此等宝物 什么 这法器还能自动护主啊 这也太腻贴了吧 可 现在也不是你表忠心的时候呀 得让他打我才行啊 你别妨碍我了 会死人的 叶师弟真的是我的贵人 待你死后 我会好好替你保管这些宝物 贵人 我说你小子别太离谱 刚才的攻击 有碰到我吗 若没重伤我 还想让我死 就攻你了 要不在正面朝我攻过来试试 寒言间护主黄律率最高 但在我手上时 攻击力加成最多的远海境 跟断航抗航恐怕不行 叶师弟 死到临头还这么狂 看来师兄真的得送你一程了 哎呀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的能耐 现在 我牛 一边去吧你 哎呀手滑了 剑丢了 这可怎么办呀 只要躲开要害 吃你一剑又如何 来把我打成重伤吧 来吧师兄 真是废物 连剑都打不住 没有了寒颜剑 我看你怎么抵挡我的攻击 去死吧 就来 啊 扔你走 怎么又回来了 你太眠人了吧 身体有内部能量 再到处冲撞 要不是有混元箭台练体 恐怕就真要暴体了吗 哈哈 嚣张吧 就凭你也想吸收肚饿神丹 身体马上就要被能量撑爆了吧 根本不用我出手 哈哈 我就在这里 等着你死 孙子 这就放弃了吗 啊 你就这点能耐 楚云 其人太甚 雪魔 风尽兽 我不断法器和宿主之间的联系 叶楚云 没有了宝物护主 我看你才怎么嚣张 谢师弟 别再挣扎了 你的存在就是个错误 让师兄送你安心上路吧 脖子 快挂了 再不中山 就要死了 只要这一个办法了 叶楚云 你 就要死 哈哈 没实力还嚣张 真是愚蠢 哈哈 碾死你 必黏死一只蟑螂都容易 可惜 让你浪费了一颗肚恶金丹 不然我必能踏入通幽境 哼 东西没在这小子身上 难道 在他身上 哼哼哼 我知道你醒了 你在害怕 身体等着这样 叶楚云哥哥 杀了叶楚云哥哥 别死了 叶楚云哥哥死了 现在我也要死了 不要 去下 救你了 陪你的叶楚云哥哥吗 他身上也搜变了 怎么可能没有呢 东西藏哪儿去了 杀呀 廖师叔 陈家宝内的赤鬼宗 以尽数斩杀 好 对了 可有萧萍天和叶楚云的下落 没 没有 赶紧去找 翻遍整个陈家宝都要把他们二人找出来 不然 谁也免不了被宗主重责 是 怎么会没有 这不可能 我一定要找到 南风绝对是把玉池里给了这小子 怎么可能没有 开死了 东西到底被他藏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怎么找都没有 混蛋 死了还给我找麻烦 真是可恶啊 你根本不知道 我费了多大劲才把刘云东那些老头子困在五阳山 让他们不能下来志愿陈家 好不容易 让萧萍天也按照计划中的安排被牵制住了 一切都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一看这东西就要到手了 只差最后一点点 玉池里就是我的了 是你中间插进来捣乱 毁了我辛苦殷造的一切 两次我与宝物师之交臂 都是因为你 杀气功 可是 他体内容器又开始流动了 他的气息刚才已经明明没有了 怎么会这样 他瞧我居然没死 我刚刚那一击也没有杀死他 你真的 看来上天都在帮我 或许是度恶金丹能量的冲击 让你回宫反照了 这一下 我就能从你嘴里得到玉池里的下落了 哈哈哈哈 只要你还有个气就好 叶师弟 把东西赶快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刚刚你已经意识到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尽羞远海境 尽生成功 但能否不准身死去 从断横手里活下来 保住玉池里和陈小姐的命 就要看看这剑修远海境 究竟有多强了 大河剑法 武功义重 什么狗屁剑修远海境 说到底 还是跟我玉空境差了一整个境界 你不会以为侥幸活下来 就能打败我吧 你日时就知道 这 这怎么可能 好快 这是远海境能发挥的实力吗 完全看不出他的攻击轨迹 还没完 情缘剑法 糟了 又是这招 走不过去了 七弦剑法 去 怎么突然变强 这么多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和叶楚云之间 明明插着一个大境界 对了 这 浅修远海境 这是什么境界 从未听说过 竟然和浦东的远海境完全不同 你败了 段师兄 我败了 别杀我叶师弟 求你别杀我 我已经被你备了修违 对你没有威胁了 你饶了我 我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知道了 一定要放过我 这个秘密 有关支柜宗 为何一定要拿到玉尺里 徐说五百年前 万里黄沙之地 突然出现一座宫殿 名为镇荒殿 传说那里有西式珍宝 还有令天下人 闻风丧胆的修炼秘籍 独树强者 试图强行进入其中 一段究竟 但都被顺杀 旁人只能忘能心叹 而赤魁宗 一直在寻找的玉尺里 以及五阳山被封印的神秘圆 还有一种未知的神秘之物 这三个宝物 都是传说中 能开启进入荒镇殿的钥匙 一旦即起 黄镇殿将再度现身 届时可就将宝物 功法占为己有 壮大宗门统治修阵界 我目前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只要师弟饶我一命 我必将在赤魁宗 逃去更多镇荒殿消息 传给师弟 理应外合 帮师弟拿起钥匙 一旦镇荒殿再次降世 师弟 必能成就万事之主的伟业 所有人 都要臣服于师弟脚下 那可多谢师兄 师兄 四驾求你 不必客气 这样也全当 报了师弟的不杀之恩 那我先走一步了 后会有 叶师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答应放我走的 你 可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哪 我可是把知道的 都告诉你了 师兄 你该不会以为 我还是那个 任由你拿捏的软柿子吗 你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你 你这种残暴无聊的 虚情假意的小人 如果今日不及时除掉 日后会留下祸端 话这么大一个笔 一点有用信息量都没有 到底有没有镇荒殿 还不一定 鬼能信你 啊 赢了断横 我的必死结局 应该就此改变了吧 危机总算过去了 我得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啊 命格变成了厄云之子 这跟天煞孤星也没差多少嘛 哎呀 虽逃过了落霞谷一战 却又回到了被推下悬崖 粉身碎骨的死局 哎 这个被剥夺内门弟子身份 又是什么鬼 哎呀 算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走一步看一步吧 断横在匕首脱了麻药 让人无法动担 幸亏不是毒药 匕首上流了道浅浅的血槽 再慢慢给人放血 断横正是要他看着自己 一点点咽气啊 真是歹毒 虽然失血过多 但还有一些尚存 能救 只有用这片金叶子 来让你恢复生机了 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 出了这么大岔子 让别人怎么看我 陈家宝三百四十八户 前来道贺的百名修士 被屠戮殆尽 从那外门弟子百名 那门弟子十几名死伤惨重 你让我如何向流云老祖和外界交代 宗主息怒 我等已长命事情的全部经过 此番乃那门弟子段横 与赤鬼宗理应外合所为 才造成了如此惨重的局面 只是我们找到段横之时 段横已死 死了 流云老祖 岂是你这样好糊弄的 我拿一个死人怎么交差 宗主莫慌 叛徒段横曾与叶楚云交往紧密 而且有人举报说 曾亲眼所见段横 与叶楚云交换过信物 如果我们做事 叶楚云也有叛变的事实 叶楚云是流云老祖的门人 他既然没有管教好自己的人 那流云老祖 想必就没有立场指指责您了 不错 你是个可行的法子 就是可惜了那小子的天赋了 叶楚云人找到了吗 报 叶楚云 叶楚云带着陈家小姐陈静柔 已进入宗门内部 证据确凿 居然还不老实交代 来人给我安住她 叶楚云 你与段横一直交往姐弟 哪个赤卫宗的信物霍玉 也是你们身上献搜出来的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呢 我说我真的是被人陷害的 是段横骗了我 你们会信吗 哦 这居然就是赤鬼宗的霍玉啊 段师兄 你真是死也要拉我下水啊 你少说废话 别浪费我时间 看到你我就不爽 师尊交代了 要不惜一切代价 调查清楚真相 证据摆在面前 你若还不承认 就只能让你尝尝 这震魂钉的思维 小子 给你们忠告 我劝你在萧平天动手前 最好是老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这震魂钉 除了让你秀为尽失 灵魂青疮百孔 无法再修炼以往 最煎熬的是 能让你日日夜夜 都尝尽钻心刻骨的痛住 到时 你就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为了把事情推到我头上 你们也是煞费苦心啊 居然连这么恶毒的刑剧 都搬出来了 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要我承认什么 还在嘴硬 什么 不可能 啊 我居然没事 不可能逃得掉 去 这 这怎么可能把震魂钉都给堆歪了 这小子 难道是钢筋铁骨吗 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第一次见你 就觉得哪哪都不对劲 有种失落的痛感 虽然不清楚你为什么能帮助震魂钉 无论如何 小平天 你露静点 别忘了宗主的吩咐 现在终是放人的时候 滚 还不用你来指挥我 我自有安排 这是你自己的意思 还是流营老祖的意思 小平天 注意你的态度 我是老祖的清传弟子 按照辈分 我现在可是与你师父平级 轮不到你来质疑我 放下他 那就依你 小师叔的意思 现在该如何处置 他与断横来往过密是事实 莫非就这样放了他 自然不是 我师尊说了 叶楚云或许有错 但他保下了陈家唯一后寺 功过相抵 罚他除去内门弟子身份 看守山门竟私己过 你对这处置可有意见 小师直 既然流营老祖发话 想必师尊也不会有意见 看守山门 倒也符合他的身份 人你带走吧 我就先回去禀告你 告辞 还有你 我警告你 再敢用身份嚣张 我杀了你 就凭你也配当我师叔 哇 齐师妹 你刚刚简直太帅了 竟然敢硬刚萧平天 哎哟 看得吃别的样子 真是太爽了 果然跟这流营老祖修炼 气质都不一样了 进步神速啊 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 哎 齐师妹 你怎么了 怎么停下了 是忘了什么吗 叶师兄 你没事太好了 我刚才都是装的 其实我挺害怕 那个小萧平天的 她板着张脸 太凶了 短短一个月不到 她竟然从脆体三重修炼到了纳园八重 不愧是女帝 进步太快了 我看看进行转折 这 这傻丫头 为了我付出那么多 居然什么都不告诉我 秦师妹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如果不是你 他们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呢 尤其是萧平天 她刚刚是真的想杀了我 谢谢你救了我 此次陈家宝死伤惨重 宗主担心宗门长老们和师尊责怪 把自己塑造成不知情的受害者 才想尽办法将你推出去 这次不成功 可能还有下次 师兄你还是要小心 嘿嘿 师妹放心 我有自保的方法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 不必为我担心 唉 四面都是豺狼虎豹 看来这个刘云宗也待不久了 之后该去哪儿了 突破成功 随着对混元剑胎修炼的深入 大河剑法和青元剑法 也都已经领悟到第五层和第三层的剑法精髓 真不错 这个小东西也太强了 不分白天黑夜的引动天地灵气 不过快把半山腰方圆数百里的灵气都吸完了 最近我的提升速度也明显变慢 得想想法子 还有上次肖平天对我出手的时候 我能够防住镇魂丁的缘由还不得而知 嗯 等见到老头子 他或许知道答案 对了 卫阳山得到的古谱 肖平天的机缘 肯定不简单 得再研究一下 怎样才能解开古谱上的禁制 啊 我古谱呢 怎么不见了 什么情况 不可能 我明明放在储物界面的 为什么不见了 是不是被西通司吞了 还我古谱 宿主 物品古谱 为上古文字的翻译本 山海意志已破译完成 啊 原来如此啊 错怪你了 幸好还在 哼哼 这山海意志 乃是上古之余血潮 分为了上下两部分 前半部分 是上古珍奇异兽的介绍 穷奇 能武 精卫 离力 后半部分 则上能古老且强大的御兽秘诀 可收服百兽 席得了这御兽诀 也算是有一门新的技能可以放身了 起码不必再担心被异兽袭击 虽然近期转折没有提示 最近有生命危险 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 实力越强 才会有更多的选择 什么人敢擅闯流云宗宗门 报上名来 无乃玉兽宗弟子 有事求见古宗主 请两位让开 宗主岂是你想见就能见 没有败铁还伤人 玉兽宗 都是你这样蛮横没规矩的嘛 臭小子 岂敢不把我玉兽宗放在眼里 招呼 去 咱们一点教训 哦 这就是玉兽宗的灵兽啊 毛的手感真不错呀 软乎乎的 嗯 别摸我的虎 你吓得阔色 也敢碰我的招呼 把你的脏手拿开 拿开 就吃我一圈 送上门的紫色金 打云风后山是吗 归我了 还是个远海八重镜 正好给我练练手 试试我现在的实力 吵死 怎么会 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怎么能轻松接下我这一击 呃 连我一个看门的都打不过 就敢跑到刘云宗门口撒野 不知天高地厚 真是丢人啊 啊 可恶 气死我了 臭狐 去给我杀了这个小子 居然敢这般羞辱我 自己打不过 就驱动异兽 正好试试 刚从山海意志上学的这招 好不好用 玉兽绝 安抚 这玉兽绝的安抚咒还真管用啊 猛虎瞬间化为小猫咪 怎么回事 你对我的咒虎做了什么 他怎么会不攻击你 还对你这么温顺 咒虎 回来 你确实有玉兽的天赋 能相服咒虎这种猛兽 只可惜遇到了我 你只能勉强驾驭它 而我 能让它忠心于我 玉兽绝 攻击 咒虎上 咬它 糟了 咒虎 就得不得幸福了 够了 都停下 这位小兄弟 是我宗门弟子 李树不周 冒犯各位了 我替他道歉 小兄弟才能过人 还望你能放了他的灵兽 莫要与他计较 这老头倒是个奖女的 看在老头的面子上 今天就放这小子一马 想必这位 就是玉兽宗的长老 晚辈间的切磋 长老不要放在心上 只不过来了刘云宗 就要按刘云宗的规矩 宗内有专门看顾灵宠的地方 各位进宗可以 灵宠留下 还希望长老 不要为难我们底层弟子 宗虎娇贵 万不可留在此处 李长老和他一个看门的 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直接闯进去 好了 不要再说了 那就有劳这位小兄弟了 宗虎就劳烦你照顾了 哪里哪里 您请 你等着 这笔账我吃早要算 我还盼你 没脑子的马夫 事不宜迟 先去收了机会 到底在哪儿呢 沿着古旧洞府 走得这么深了 怎么什么也没有看到呀 明明就在这里啊 怎么这么难找 终于找到了 这里的溪水灵气逼人 所说的机缘应该就是这儿了 那是什么 好大一片药田 好浓郁的元气 刘云宗居然还有这种地方 我在刘云宗待了这么久都没发现 那个李浩泽走了狗屎运啊 竟然能找到这儿了 那药田中间的东西是什么 居然是一条吊坠 这儿怎么会有吊坠 它好像在吸收药田的药性 不过药田的药性都被这东西吸收了 之后我该怎么用这吊坠释放药性呢 算了 不管了 先拿着再说 保命的手段不嫌多 以后肯定会知道他的用途 叮 宿主进七转折 已变更 啊 赵玉龙赵玉虎这两个人还敢搞事情 看来上次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 那这次就让你们有去无回吧 他们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哥 咱们这么做真的没问题吗 我有点担心被叶楚云发现 哼 有好戏看 叶楚云 让我看看你怎么度过这一关 这事只有你知我知 没有问题的 放心好了 这大蛇可是远海境的异兽 哥给我花了重金买下的 据说只要被他咬到 就会立刻暴毙而亡 叶楚云今天死定了 那就好 嘿嘿 这小子这次绝对逃不掉 哥 这个蛇咬下去了 怎么连声惨叫都没有啊 咬中了吗 这蛇这么强 这小子可能都没来得及反应吧 这个叶楚云把我们哥俩害得这么惨 让他在睡梦中死去 真是便宜他了 我们再等会儿 叶楚云龙 赵玉虎 你们俩是在找我呀 这声音是 叶 叶楚云 你害我失去内门弟子的资格 这笔账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要怨就怨你自己 怎么回事 这小子怎么跑出来了 是吗 想杀我 就凭你们两个蠢货 下辈子办 叶楚云 多情不宜避自闭 想你死的当然不止我们两个 今日的一切 都是你当初种下的苦果 不用跟他废话 偷袭不成 咱们就正面来 好 哥 快让蛇来咬死他 放心 他逃不掉 这是不是凄惨狂忙 随着寿宗弟子 弹了价里的高阶一手 这两个人怎么搞得手 难道之前遇到的那个李浩泽 可是两个蠢货蠢货 叶楚云 你之前不是很牛吗 得了那门大笔的头筹啊 眼睛都要飞到天上去了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后悔招惹我们了吧 凄惨狂忙 的确有限当被火 不过我也吸到了玉兽局 多亏了你自己作死 现在的你 只是个臭看门的 死了也不会有人在乎 要是跪下来磕头忍错 或许我们还能让你死得快一点 没那么痛苦 既然如此 那便以奇人之道 还置奇人之身吧 希望你们不要后悔 死到临头还猖狂 老子最看不惯你这副德行 哥 快吹动七彩狂忙 要死他 正有此意 去吧 七彩狂忙 叶楚云 你的死期到了 没有人能来救你 怎么冲我们来了 哥 这不太对劲呢 你是不是搞错了 要错人了 玉兽局 攻击 你们说我的命没人在乎 难道你们的命就有人在乎吗 可笑至奇 叶楚云 你好大的胆子 小平天 东门内公然残害同门手足 我亲眼所见 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次我看你还能怎么狡辩 师兄出现在这里 还真是让人意外 你七彩狂忙是想护主吗 等等 回来 不知死活的低级畜生 你也敢攻击我 你准人我一时杀不了 还能杀不了你 死我 好强 表话里不上的招式 只靠单纯的力量和速度 就能做到这种地步 这就是童有九重的实力吗 在小平天面前 我可能连一招都戒不住 我还差太远啊 这次人赃举获 小平天亲眼所见 还有半点狡辩余地 叶楚云 你可知罪 之前你勾结断横与赤鬼宗一事 还尚无定论 你一直声称被断横欺瞒 如今却又公然杀害了同门 如此祸事 恐怕流云老族也无法再袒护你了 你还有何要辩解的 想处理弟子你私下处理就是了 在这硬是流云老族干嘛 不就是想碍事流云老族以权谋私 师兄还让他辩解什么 当局确凿 该直接斩杀掉 是啊 我看不必在意了 直接推出去出刑吧 如此叛逆之徒 留着必是祸害 且慢 弟子有话要说 弟子要告发 萧师兄驱使同门残害弟子魏谷 构陷弟子 扰乱宗门秩序 他在说什么 连事情有反转 有意思 叶楚云 你这是倒打一耙 你疯了 来这里胡说八道 来人 直接将他拉去戒律堂斩杀了 红师兄何必着急呢 他若真是胡说八道 再斩杀也不迟 再说了 宗主师兄都未发话呢 我们不如看看他到底想说什么 你先说说 此话从何说起啊 若是污蔑了萧平天 我绝不饶你 那请萧师兄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萧师兄 为何那么晚会出现在山门 哼 那时我刚刚从山下做完任务回来 没想到恰巧看见你杀害了同门 有什么问题 所以萧师兄只看见了赵家兄弟死在我面前 却没有看到他两人的所作所为是吗 不曾 但那又如何 至少你杀了他们是事实 哦 萧师兄说的这么肯定 我就放心了 既然如此 那请你解释一下 为何在流向水晶中 会显现萧师兄的身影 萧师兄不是没有看见吗 什么 流向水晶 该死 被易楚明这小子摆了一刀 居然有流向水晶 这 这是怎么回事 确实是萧师指的身影啊 难道误会了 哥 咱们这么做真的没问题吗 我有点担心被叶楚云发现 放心好了 这大蛇可是远海境的异兽 哥哥我花了重金买下了 据说只要被他咬到 就会立刻暴毙而亡 叶楚云今天死定了 我好细看 叶楚云 让我看看你能怎么化解 铁正如山 小师兄 你还有何话要说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 是你驱使赵家兄弟来杀弟子的 而且见一计不成 又故意构陷于我 况且 如刚刚所见 赵家兄弟明明是死在自己的灵宠之下 弟子碰都没碰到他们 残害同门从何说起 这 这就尴尬了 这种情况我也没见过呀 人来如此 真有意思 都是误会 昨天小平天 是被我安排下山驱邪的 我可以作证 路过山门碰巧撞见 也是属实 既然那两个孽障 已经作茧自负 便不再追究 你虚惊一场 也好好回去休养 这事 就当没有发生 散了吧 是 瞧这事闹的 少官师妹 老祖最近还在闭关吗 如果老祖出关 还望师妹告知 我给老祖去请安哪 知道了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们的 各位长老且慢 这事不能这么结束 这小子居然还不满意 萧师兄目睹同门相残 作弊上官 这 算不算残害同门呢 请宗主给我个准确的答复 你 别得寸进尺 秉宗主 弟子知错 弟子当时以为 他们是在切磋 没想到背后 居然还有这种隐情 才判断失误 既然你已知错 那便罚你一个失察之罪 去后山立竹洞天 死过一个月吧 无事不得山子离开 是 师尊 如此 叶楚云 你可满意了 顾宗主 真叫人喊心了 萧平天害我 证据确凿 却只是轻飘飘地禁足 况且明着禁足 实则是让萧平天 去后山接传承了 可惜 一切都是徒劳 小子 好酒量啊 够爽快 不错 有我一半那么洒脱了 你不知道 我这心里郁闷啊 你现在是剑修体制 我被剑修啊 讲究一个豁达通透 从不留心结过夜 你这样纷纷不平的心计 可不领域修炼啊 再说了 你体内还存有大部分 毒恶神丹的能量 没有吸收 这也正是你碰巧 能抵挡震魂丁的缘由 不要再往心里憋气了 小心走火入魔 我并非愤愤不平 只是今日之事 让我真正认清了 刘云宗这个地方 堂堂以宗之主 如此偏袒弟子 不顾道理 宗门仲长老 这次熟视无睹 跟着脚浑水 流云老祖更是不闻不问 还好有邓长老真心帮忙 还借给我流向水晶 否则今日我百口莫辩 萧平天的阴谋就达成了 不用放在心上 等你强大了 自然不会再受到不公的待遇 剑修体制本就万众无一 能在宾死之际 觉醒剑修体制的 就更是罕见 你小子 或许真能成就 剑道真境 战道剑修巅峰 要努力呀 您太客气了 我要是能战道剑修巅峰 邓长老 必定已经剑道化身 你小子原来 也这么会拍马屁呀 剑道化身 不错 是您先说的剑道巅峰啊 我说的是真的 你别不信 对了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你自己保重 离开 你要去哪里啊 总之很远 你别打听了 乃故人所托之事 如今时机成熟 来去一趟了 不好 邓老头居然多了个黑色的命数 邓长老 既然你要远行 我便为您补上一挂吧 这样 您也能安心出门 你小子突然装神弄鬼了 要干嘛 邓长老 你此去必是王陪 一定要外事小心 我祖上是占卜天命的 我方才给你算了 如遇动物 但凡选右边 必有大劫 切记切记 狠小子 卖要咒我 我应该一路顺风 怎么会有大劫 这贼老天 能带我和 你这放心吧 希望邓长老这次 能重胸化疾吧 师尊 我回来了 不是让你去那儿了吗 怎么这么快 东西可取到了 师尊 我是特来禀告你 那里的机缘 被人先一步夺走了 什么 后山禁地 嫌有人去 而且向来有人把守 就算有人误闯 那位的考验 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什么人能在我眼皮底下 夺了机缘 师尊 我猜这件事 一定与叶楚云脱不了干系 每次见到他 我就浑身不舒服 况且 他的修炼速度太快了 寻常方法 定不可能做到 叶楚云 说到他我想起来 昨日廖长老跟我说 段衡是死于叶楚云之手 而且是一击毙命 一击毙命 段衡可是欲空境 他居然能跨境击杀 毁师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不过他再怎么进步神速 终究也还只是个远海境 想要超过你 还远不可能 你先回去安心修炼 这件事我会处理 你的修炼速度 也不能落下 是 师尊 师尊 弟子还有一件事想说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赵玉龙两人 当时是操控了七彩 狂猛对付叶楚云 据弟子了解 七彩狂猛的驾驭方法 只有玉兽宗才懂 这件事 会不会是玉兽宗的人 玉兽宗那些个人 但敢在我刘云宗放肆 我自有办法收拾 叶楚云 你还在责怪本尊吗 盗猛暗门的老狐狸 一大早喊我来 这是演的美主 绝对没人好心 弟子不敢 宗主如果是为了道歉 那就大可不必了 弟子事多 还要回去看纳门呢 道歉 本尊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此番玉兽宗前来 一是为了灵界大笔 二是为了不久前 丢失的一只灵宠 经过三日的勘查 他们查到 那只灵宠逃到了 刘云宗管辖内的卫阳山 你曾去过卫阳山 我们决定 派你去协助玉兽宗 寻回灵宠 只是寻回灵宠 肯定没有证件的 哎呀 回禵宗主啊 此事涉及到 刘云宗与玉兽宗的交好 弟子本该答应 可是无奈 陈家宝一战伤到了头 卫阳山的地形 是不是有些忘记了 叶楚云 不过 弟子曾在一些 丹精密集里 看到过一些药方 能让人清晰记忆 只剩那些草药 就相当珍贵 不知宗主舍不舍的 你需要什么 尽管写下来 宗主 我写好了 好家伙 这是上我这来进货了 宗主觉得为难 本尊 这就差人 寻了给你送去 谢宗主 宗主 这家伙明显敲竹杠啊 那些个天祥墓 释迦兰 全宗上下也没有几竹 他居然一口气 要十竹二十竹 先让他得一阵 等他死了 我全都要拿回来 叶师弟 这是资源的清单 请你核查清楚了 哦 宗主准备得够快的 去 一个看大门的 摆这么大铺 宗主居然派我们 外门弟子来 给他搬东西 你刚来的不知道 这小子之前是内门弟子 犯了错被罚在这儿的 这多半是宗主有意 要恢复他内门弟子了 哎 总算办完了 回去喝点 嘿嘿 早着 恢复内门弟子个鬼 顾贤德不惜下血本 也要让我去卫阳山 这是让我此行必死啊 无论如何 这个流云总是待不下去了 叶师弟 内门大笔 你的表现相当敬严 没能跟你真正较量 一直是我的遗憾 这次宗主派我跟你一起 下山历练 跟你多多学习请教 啥 你也去 对啊 而且让我送完资源 立马带你启程 顾贤德真多啊 还派了人盯着我 这个千年老梅精 不会连累我也倒霉吧 叶师弟 东西都查清楚了吧 那我们即刻启程 这是个苦差事 你这体质 可要保护好自己啊 算了 谁还不是个倒霉大呢 说不定我们两个倒霉大 负负得正了 就在前方了 都跟紧点 指引师的信号 到这里就消失了 难不成林宠在这湖里 顾贤德会骗我来卫阳山 理由都懒得想 玉兽宗明明带着指引师上山 何须用我来指路 这是避水浇珠 可保你们在水下呼吸顺畅 一人一科 李浩泽 白住青 你们二人下水 去把灵兽带回来 叶楚云随我在岸边等待 随时接应 是 本以为是顾贤德 想假借玉兽宗之手 来借刀杀人 但是玉兽宗一路上 只护着找灵宠 丝毫没有要对我下手的意思 难道我猜错了 与强老师 此次任务 我们宗主可有特别交代什么 你如何得知 宗主可是要你杀了我 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 我知道你败在流云老头门下 顾贤德出发前几番强调 让我务必一定保护好你 怎么可能要杀你 你那宗主还说 只要护好你 此次临界大比 便会多分一些资源给我们 你的实力本就不弱 顾贤德还怕你会受伤 可见他是十分宠溺你 宠溺 没搞错吧 不管了 先看一下面板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死前 张老 不好啦 灵秀死了 什么 怎么会死 那可是玉空近巅峰的赤宗火炎石 即使在水里 也足有玉空中期的实力 千真万确啊张老 赤宗火炎石 尸体上是被撕咬致死的 我怀疑湖底 还有其他更高界的凶兽 连他俩的近期转折都发生变化了 原来顾贤德打的是这个主意 买得倒挺快 怎么就只有这个小子一人 那不是正好吗 我早就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 让我猜猜 你是 廖长老 看来你已经知道自己今天会死了 喂喂喂大哥 你这么装 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萧萍天 赵师兄 你这么想杀我 该不会是嫉妒我人缘好劲不快 又或者 你是担心我日后取代你剑子的地位 就凭你 我随便动动手指 就能要了你的命 断封斩 这是毒液 出来 什么人在搞偷袭 还真给这小子说对了 你们果然早有计划 黑衣蒙面 趁夜偷袭 这就是迷门正派 刘云宗的所为吗 李长老 我们中计了 刘云宗宗主是打算杀了我 趁机勒索你们玉兽宗 你小子胡说什么 叶师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长老 无论你是否相信我 今晚都自会见分晓 如果没有人来 我随你处置 既然你这么笃定 暂且替你安排 白烛青此次只要被抓回流云宗 就会被终身囚禁 只能让他离开卫阳山了 希望这个老梅精 能度过此劫 以后 这本是我宗内部的事情 我们的目标只是叶楚云 你帮他 可没有半点好处 虽说救他没有好处 但要是他死了 玉兽宗只能任由你们构信 到时候就真的说不清了 你们两个下水 我来拖住他们 是 林长老 多加小心 白玉神 才费力气 这可是你自找的 混兽术 副 怎么可能 在我灵力维持下 可与万法进一战 怎么会突然 这是只有调动大量灵力 才会起效的上等软骨伞 原本是想在你们 回玉兽宗途中在下手的 要是前几日谈判之时 你们肯早点松口 把两宗交接处的灵脉 让给我们 我们又何止于出此下策呢 是下山前的那段餐食 从没想过 你们流云宗是此等卑鄙下作 该死 束手交情吧 你们跑不掉的 叶楚云 把你的小命交出来 迎天斩 冲去灰法 这家伙跟你有杀父之仇吗 攻击杀兆都冲你来 是啊 我也想知道 萧师兄 我们到底什么仇啊 小废话 这只只会逃跑的老鼠 下一招你必须死 这小子的身法 居然能跟得上我的出界速度 不可饶术 这是 想杀人 就嫌过了我李某人这一关 风雪 你疯了吗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 居然都有秘法 难道你不怕神魂俱灭 我不是为了他 我是为了玉兽宗 凌羽虫鸟 凌羽虫鸟 玉兽宗的镇派神兽 你居然把他带出来了 小平天 回来结尘玉敌 死兽很强 而且未曾认出 不受黎虹影响 李某老 你的恩情我记下了 快走 叶楚云 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快往下游 万法镜之间战斗 居然影响到周遭环境 从入水时冰凉水温 现在竟有些灼热了 尽快游到水底了 居然还能受到攻击的影响 这就是万法镜的巅峰力量吗 李长老这次 怕是凶多吉少 即使勉强打一辽昌平 那个小平天也很难对付 二队一绝没有胜算 我们就算躲在湖底 只要他们战斗结束 就会下来寻我们 到时也是死路一条 现在放弃还太早了 后面会发生什么 还说不准 你看那里 有红光 是个入口 我们的生路 或许就在那里 走 过去看看 这里居然是隔绝了 水的单独空间 想不到湖底 还有这样一块地方 先在这躲一躲吧 进来后 园台突然开始躁动 难不成这里面 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它在提醒我 你怎么了 怎么僵在那里 有什么不对劲吗 噓 你小点声 你看那 这湖底的洞 原来是龙穴 这药龙居然是头通幽静的灵兽 幸好他现在睡着了 否则我们就糟了 是上面的打斗声 这动静声音太大了 不好 恶龙被吵醒了 他醒了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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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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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能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 妙金蝉除 出 释放空气 给我毒死他 妙金蝉除在沙海一致排名一百六十七 毒性极强 于空镜之下处之秒死 通常作为底牌 确实让人出乎意料 效果极好 但是 雅泽 这妙金蝉除 好像不是蛟龙对手啊 就算不死 多少也得有点异样吧 可这蛟龙居然一点不受毒性的影响 这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在沙海一致中没有任何记载 叶蝉云 归根结底 他们要杀的是你 你我无关 你就乖乖在这里等着被毒死 或是被蛟龙咬死吧 你死了我就能火 先走一步 这家伙是连我也不想放过了 真不耻啊 灯口被他炸毁了 毒气也蔓延过来了 怎么办 要死在这了吗 啊 这是 之前在药田得到的吊坠 怎么突然有响应了 莫非 好家伙 这玩意原来是必毒的 嘿 天助我严 这下不用担心了 趁着时间四处看看 有凶兽的动物 你本藏有什么宝费呢 先让他们互相缠斗消耗着 鸟筋缠出还能抵挡一会儿 现在的魔胶实力太强 玉兽绝恐怕只能激怒的 不能轻易使用 我这是撞到啥了 痛痛痛痛痛 怎么会有结界 看来里面果然有好东西啊 不过这个结界太厚实了 应该是需要一把钥匙才能打开 用外力是打破不了的 不 恶蕭怎么冲我来了 我们时间继续研究了 先撤 以后再来 我去 我已经弹出这就死了 真不顶用 还是得靠自己啊 行元剑法 去 居然完全没有伤到他 恶蕭的林家又太硬了吧 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完蛋了 我连他一招都过不了 啊 请点 打你一枪 快把你 也拎了 走 真的要死了 没有死在萧萍填手上 反正守在这里 我不甘心啊 等会儿 你什么 声音 我救了 伺候能量好熟悉 居然能把魔教推开 搞逃生 真凶险啊 原来危机关头救我的是原胎 这个小家伙终于要出来了吗 我扔得真几时啊 刚出世就这么好吗 刚刚我的青年剑法对魔教无可奈何 但这家伙的攻击 明显打破了魔教 刚才还微武的魔教 竟然耍得团团转 这神秘猿猿到底日欲出的是什么怪物 看着真解气 我算是捡得饱了 居然还知道攻击魔教的弱点 专门打他的眼睛 难道原胎里的东西开了灵质 看命 他就是要给魔教最后一击 好强悍的力量 哇 最下伙轻松击破了魔教坚硬的灵甲 魔教死了 魔教的交单 好东西啊 还是一头同幽静的 如果吃了 怎么也得提升一个大境界 那我就不好意思地拿走了 嘿嘿 啊 原他也有这玩意儿吗 啊 原来他的本体是只小猿猴啊 嘿嘿 还怪可爱的 算了 看你这么强 而且一出事就救了我的份儿了 交单 吃了就吃了吧 嘿嘿嘿嘿 魔教虽然死了 但身上的东西还是很值钱的呀 交皮交掌 都是好东西 终于解决了这个难缠的老头 他已经戏绝了 这个老东西真是疯了 为了一个无亲无故的人 做到这种地步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不可理喻啊 趁天还没亮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廖长老 叶楚云不管了吗 他应该还在这底下 只要我们下去找到他 他绝对逃不掉 这小子一上岸大喊说 叶楚云已死求放过 不是确定叶楚云必死 他不可能上来 况且方才 我也感知到湖底出现大战波动 那股动静不是叶楚云能战胜的 肯定是死了 再加上刚才与离弘一战动静过大 必会引来其他人 今日之事不可叫人知晓 总之 我先把他带回去 你带人守在卫阳山周围 我回去请示宗主 接下来要怎么办 那这个老家伙怎么处理 也要带回去吗 不用管他 交给这荒山野秀处理吧 立长老 不 上有一次元气再涌动 还有的救 立长老为救我才宾死 我绝不能坐视不理 别 此非力气了 老夫七叔一尽 已经 救不了了 立长老 别说藏气话 我将你送回玉兽宗 玉兽宗定有办法依你 老夫靠着赤鱼重擒鸟 才勉强藏着一口气 不过那廖长平秀为情节大敌 每个几十年 怕是恢复不过来 倒也不完全亏 我将彼此之举 做到这一步 依然不错 而且 他们已在周围设下守卫 你一个人还好 我肯定是出不去了 这时 这气息好熟悉 似乎在哪见过 好啊 天不觉我玉兽宗 叶楚瑜 我且问你 刘灵宗待你至此 掌门长老行事如此不公 屡次对你按下杀手 你可还愿意留在刘灵宗 我跟刘灵宗已无情分 从此只剩恩怨 好 如果你愿意的话 此勾玉 带玉兽宗制保 玉灵带 则是我亲身之物 我已解除境治 宗主看到 此会明白 今日起 你便是我的 清川 弟子了 李长老 你 前辈被保我 做到这个地步 晚辈也定然不负所托 从此以后 我就是玉兽宗弟子 我回忆了山海意志里 所有的异兽 都没有找到小猴子的出处 李长老虽然也不知道 小猴子的身份 但感觉到小猴子的能量波动 便知道不是反品 只能一边摸索 一边养着了 差点忘了 你也一天没吃东西了 山海意志里有记载 如何养育异兽的方法 这些从顾贤的那里 耗来的稀有灵草 便宜你这个小家伙了 吃饭 小白 吃完要变得更强 你不爱吃 这么嫌弃的表情 难道说 你想吃这个烤鱼 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吃货 光挑味道好的吃 等等 先别吃 有危险 是谁鬼鬼祟祟藏在那 快出来 否则我不客气了 别师弟 你命真大 那湖底的魔胶 都没把你杀死 还让你逃了出来 可惜 最终还是落在了我手里 这次 你没那么幸连了 小平天 为何总不放过我 我到底哪里招惹到你了 你是没主动辱武 但是每次见到你 我都觉得我心烦躁 像是丢了什么东西 被你抢去了 只有你死了 我才能安心修理 况且 这次你杀了玉兽宗的长老 若此事传出去无法交代 师尊有令 绝不能留你魔口 看来与他一战在所难免了 小白从小平天来了就一直发抖 他是在害怕吗 受死吧 一切都结束了 小白 你去哪儿啊 那里危险 你只猴子还想挡住我 也好 先拿你的灵宠出气 再令我断你 什么 你要对我的剑干什么 可恶 你的天空宝剑居然断了 这只猴子究竟什么来路 小白怎么突然狂躁了 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 该不会是因为 原来是护士啊 难怪要批断小平天的宝剑 原来是那柄剑 切断了他的烤鱼 小白 出全力解决他 我给你烤十条鱼 不 烤一百条 而且以后天天给你吃大餐 该死了 这只猴子变得更强了 毫无关手的空袭 这是什么怪物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 书上也没有记载 小白 你也太厉害了 这可是刘云宗最得意的剑子 小平天啊 居然被重伤致辞 小白实力至少是在万法境 居然实力还在我之上 难道我今天 真的要栽在这里 杀他不成 反而自作自受 等等 被上官晚所救 上官晚要过来了 他已经和我结下死仇 他敢在上官晚到之前 解决掉小平天 我让他活下去 正好定会有大麻烦 行师兄 明年的今天 天主女 到此为止 听手吧 还是没来得及 大姐你来得也太快了吧 好歹那我把台词说完呀 上官长老是要抓我回去的吗 那恕我难以从命 我再也不会回刘云宗了 你想多了 我只是碰巧路过此处 士气竟闹到这种地步 你走吧 我们今日自当没有见过 多谢上官长老 今日之恩 后会 无期 没事了 小白我们走吧 老祖 这一切究竟是好是坏呢 这回恐怕我们都错了 什么 你这没用的东西 居然让他跑了 你那一身修为 是干饭的吗 世尊 弟 弟子本来可以的 可是谁知道 叶宠人身边 突然冒出来一只 力大无比的猴子 还会眼射金光 修为至少有万法镜 弟子一时大意 才会招了他的道 废物 那猴子你都对付不了 还在这里找什么借口 我没有你这么没用的 徒弟 世尊 求求你 不要对弟子失望 弟子一定会带罪李公 去杀了叶楚云的 世尊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本身费了那么多资源 让你达到同有九重 你要是再办事不利 后果你自己清楚 是 弟子 一定不会再让世尊失望 天狐云仇家众多 如今有的是人杀他 不过是秋后的蚂蚱 不足为惧 滚下去疗伤吧 但你伤养好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交给你去办 是 叶楚云 你给我等着 现在的耻辱 我萧柄天 一定会牢牢记住的 让 让一下 你张眼睛吗 对不起 大师兄 怎么也敢来烦我 宗主 白竹青已经被抓住了 要对他动刑吗 想尽一切办法 得到他和李浩泽的证词 然后将消息传播出去 越快越好 时间多久了 对我们就不利了 是 这里就是玉兽宫了吗 果然 人手至少一只玉兽 真壮观 那个通缉令 你看见没有 凶手叫 叶楚云 游云宗的弟子 长得穷凶极恶 面目可憎 李长老 就是被他偷袭杀害了 而且 他还背叛宗门逃走了 看到了 据说赏银是一万颗零石 千万别人才遇到他 否则一定要他好看 一万颗零石 刘云宗为了置我于死地 真是下血本 小白这几日 又要陷入沉睡的前兆 等我找到住所 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他一路陪我走过来 也辛苦了 臭妖怪的 站住 这里是玉兽宗山门 闲人免禁 我一边炒饭去 我是叶楚云 有要事求见玉兽宗宗主 麻烦两位兄台通报一声 什么 你是叶楚云 通缉令上那个叶楚云 就是你杀了我玉兽宗的长老 还敢来我山门挑衅 找死吗 快来人呐 叶楚云在这里 通缉令所言非真 没有杀玉兽宗的任何一个人 今日来 也是受了一张老临终所托 给玉兽宗一个交代 敌派胡言 死到临头了 还妄想在玉兽宗撒谎 李浩泽师弟 先前回到宗内 你将前一后果 说了个清楚明白 刘云宗所言 句句属实 这一切 既是你一人所为 一张老就是你杀的 他亲眼所见 你还有何好交辩 李浩泽 这个叛徒果然被刺了我 看来他已经被刘云宗收买了 刚做完任务 就碰上你 看来我是要走运了 一万颗灵石 我就笑纳了 美英 上 看你的了 还是你一次正面 跟童幽静对抗 好快 重续规法 美英足有育空九重劲的威力 居然完全没有碰到他 这小子速度有点腻天哪 此人生法确实了得 难怪能杀了李长老 哼 有两下子 不过今天 我要是奈何不了你 他日 我就要成为宗门的笑话 小杂岁 看你往哪里躲 捆寿司 这是什么东西 可我 扔不开 脏了 摟不掉了 记住了吗 那小子死了吗 好 我为李长老报仇了 他硬吃了我这招 这下不死也得残了 哈哈哈哈 老李克托 住手 你都干了什么 见过宗主 宗主 宗主 您来了 我刚把叶楚云那小子给杀了 为李长老报仇 什么 你这小子做事太莽撞了 他确实还有很多疑点 我还有问题要与他对质 何曾让你杀了他 宗主恕罪 可李浩泽不都说了吗 我也是气烦他害了李长老 一时没忍住 这才 把你禁足三天 无得外出 杀了个人 就禁足三天 这惩罚未免也太轻了吧 玉兽宗 难道没有规矩吗 还好有小白 及时将内包飓风打散了 不过小白已因此陷入沉睡了 就让他在系统空间内 好好休息了 这是刚才那个乞丐吗 简直判若两人 这身材也太完美了 好帅啊 孟师兄平时也做身材管理 但也远比不上这个 好想摸一摸 命真大 你居然一点事也没有 好了 幸好他无事 那你先退下吧 叶楚云 我给你一次机会 对于你的罪名 你作何解释 义气为先 重情重义吗 看来这个宗主 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宗主既然这样问我 想必心中应该是有难安 刘云宗给出的说法 未免太荒谬了 我虽自认有点天赋 但也只是个远海境 还不至于靠偷袭 就能轻松干掉一个万法径章了 说的也有道理 李长老那么厉害 这个小矛头 怎么可能轻易杀了他 可是李师兄言之凿凿 又做何解释呢 这件事确有蹊跷 既然如此 先将叶楚云带回宗内 我要仔细盘问 各位师弟 此人便是叶楚云 刘云宗已经向整个修行界 发布了通缉令 此时已经无可辩驳 依我看 不如直接就地正法 也算给李师弟一个交代 是啊是啊 这样最好 也不会得罪刘云宗 三长老吴伯彦 狼子野心 五长老造法 胆小如鼠 四长老方言 是吴伯彦的忠实谜地 大长老宁长空 和二长老段乌亚最先修炼 不过问宗门之事 六长老曹玉科 也是吴伯彦一派的 唉 怪不得跟刘云宗 立意纠纷这些年 玉兽宗始终占下风 原来这玉兽宗 也是火坑啊 全是内奸和反贼 唯一的忠臣黎红 还被杀了 唉 叹什么气 大殿之上 岂容你放肆 好了 几位师弟都少说几句吧 叶楚云 既然你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 那你且说一说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黎长老 乃是被刘云宗的廖昌平重伤至死 一派胡言 刘云宗一直与玉兽宗交好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看你分明是想挑拨两宗的关系 我不清楚刘云宗与玉兽宗的交情 但我叶楚云发誓 刚刚的话 绝无半句虚言 万幸 我见到了黎红长老最后一面 临终前 他老人家将磁宝袋托付给了我 没错 这确实是黎师弟丢失的御灵袋 这 这不可能 一定是你偷过来的 黎师弟向来欣喜 御灵袋上设有禁制 若无他的应允 无人可以打开 叶楚云 你若想证明自己 就从中取一物出来吧 柳长平亲眼看着黎红死的 这小子肯定在鬼扯 如今给了你一个自证的机会 你还在等什么 难道说你怕了 别心急嘛 御灵袋 开 居然真打开了 除了御灵袋 我这里还有一物 是黎红长老 让我亲自教育宗主你的 黎红长老允诺 收我为他的亲传弟子 从此败入御寿宗门下 不可能 黎红收徒弟向来苛刻 这么多年都没有亲传弟子 怎么会轻易收一个外人 宗主 此事万万不可 将此人留着 便是与刘云宗作对 到时候 这狗狱 乃是赤鱼 虫情鸟的信物 轻易不会交于他人 你们平日互相争斗也就罢了 我可以当看不见 宗主 不可啊 宗主 既致便离十地的临终托付 你们也要阻止吗 叶楚云 从今日起 你就留在我御寿宗 对阳山一事 我日后定会调查清楚 是 这蒋宗主真勇 能闯 既然宗主一定要留下他 那也要遵守我们御寿宗的规矩 只有通过了御寿宗的考核 才能真正成为宗门弟子 御寿宗的考核 更加注重御寿 灵寿等级越高 收复越难 则能力越强 刘云宗想来注重剑术 恐怕 担不起这清传弟子的身份 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什么 听这个叫声 像是镇派灵兽 事与重擒鸟 发生什么事了 这 这是重擒鸟的能量 事与重擒鸟 是主了 重擒鸟虽是我宗 镇宗灵兽 但在初代宗主 隐落之后 一直不曾认主 这可是五百年来 头一遭的大事 诸位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重擒鸟能观未来运势 或许此子 能够为我宗带来崛起之事 恭喜宗主 既然如此 我宣布 从今日起 叶楚云便以准长老的身份 归于我御寿宗门下 并暂时代理李长老之前的事务 准长老 凭他一个区区远海境 这是初代宗主定下的规矩 难道诸位都忘了 好了 李师弟身死 还有好多事要忙 各位师兄弟先回吧 既然你是我宗 重擒鸟认定之人 我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今日局面你也看到了 人心不齐 再加上 常年被刘云宗压制 玉寿宗未来的形势 不容乐观啊 据我所知 玉寿宗这些民示威 先是因为灵界大笔 不敌刘云宗 导致灵脉宝地逐渐落入 刘云宗之手 刘云宗也因此 愈发强大 如果蒋宗主愿意信我 那么三个月后的灵界大笔 算我一个 你现在虽有虫情鸟保护 但实力太低了 在这玉寿宗我还能够护着你 也算帮李师弟了了最后一件事 如果你一旦去了灵界大笔 刘云宗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杀你 这是去送死 你想明白了 宗主放心 这是我深思之后的决定 刘云宗如此待我 就算他们不找我麻烦 我也一定要让他们痛彻心扉 叶小师叔 我们一首宗没有那么多规矩 你可以四处走动 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 好 多谢了 他就是刘云宗的那个叛徒 你还不知道呢 被虫情鸟认主的那个人就是他 就他 告错了吧 保不止什么时候就背叛御守宗了 从今日起 叶云已经是我们御守宗的准长老 刚刚的那些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 懂了吗 是 禁尊大师宗教会 什么 准长老 一个远海境的准长老 完了 这御守宗居然堕落成这样了 小师叔 不必在意这些胡言乱语 师父说 你能得到重情鸟的认可 将来一定能做大事的 好 好的 对了 前方的明台山乃宗门禁地 没有宗主准宇禁止靠近 走吧 去后山寿场观摩御寿 多谢 两日后明台山 刘云宗安插的内鬼就开始行动了 来得这么快 周大帽 谁准你带他来寿场的 胡长老 叶小师叔刚入我宗门 本就该来观摩御寿的 这小师叔的名号可不是这么容易当的 御寿宗规矩 任何人入宗门都要经过考核 不然如何服众 没错 凭什么他可以特殊 就是 我们要求一视同仁 万无长老 不要为难我等 周大帽 你在教我做事吗 这寿场是我的地盘 还轮不到你说话 别冲动 我来解决 胡师兄 不知这考核是什么流程啊 叶小师叔 你别跟他们比 他们是要故意刁难你 张洪泽 你去跟你这小师叔讲讲 别太为难他了 是 弟子明白 看到那边了吗 测试便是给灵宠喂食 这家伙 近期还有份金玉 那我可就不好意思地收下了 你就喂养这匹灵兽吧 这黑猎马 可是这群灵兽里脾气最暴躁的 为了驯服这野兽 我没少鞭打和饿着它 这会儿正是它最恶最狂躁的时候 真等不及看你出糊的样子了 小师叔 我来让这小畜生再狂躁点 既然你想玩 那就陪你玩玩吧 这下你不死也得中伤了 叶小师叔小心哪 站住 这笔是可是他自己接下的 后果如何 得他自己接下 完了完了 这家伙不死也得残了 玉兽绝 这是不是 算是完成了考验啊 算啊 那肯定算的 哎 明明发出了指令 怎么马儿没有反应 这小子有古怪 这玉兽的咒语 竟然比我用的纵兽绝 还要强上几分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 是啊 我刚才眼睛都没眨 怎么黑猎马突然变温顺了 这马 我可就还你了 失职 你别得意 玉兽绝 攻击 我去 骂听了 笑什么叫 再笑 我撕了你们的嘴 你给我好好看看 我是你的主人的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死畜生 犯了天了 我还给你脸了是吧 是不是 又想挨鞭子 该听话的时候不听 在那臭小的手上 偏偏有乖了 我的腿啊 我去 我的骨头断了 好臭的屁 公子 快去把你们师兄救过来 是 赵师兄这回可糗大了 哎呀 不得不说啊 这马放屁真的好臭啊 姓业的 我徒弟如今下半身废了 我跟你没完 一定是你暗中做的手脚 刚刚只有你接触过那匹马 是我做的 怎么了 我承认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这场比试项目和灵兽 都是他选 出了事 后果也得他自己接下来 可不 偏偏我真拿他没办法 这御兽能力也比过了 吴师兄若是觉得还不过瘾 还可以再试 尽管来战 我都应下 算你好运 我们走 看来我通过考核了 吴师兄不送了啊 叶小师叔 你这张嘴真是得理不饶人哪 部长老瞧着 都快气晕过去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罢了 他既然蹬鼻子到我脸上 我就要把他的舍颜根长了 否则岂不是以德报怨 今日就是那块行动的日子 那个应该就是鸣格 据说存放了不少御兽宗的重要资料 地质图也放在那里面 是赵法 他果然出现了 再走近线看看 也许能找到什么证据 你是最近宗门里名声大噪的那个叶楚云 谁 不好 被发现了 幸好 看他面满信息 他与赵法不是一伙的 不过徐妙云 这个名字好像在哪见过 可我之前又没来过御兽宗 哦对了 在黎长老的御灵带里 好像有给他的信件 好家伙 看清是黎长老的老情人 那岂不就是我的师娘 哦 妥妥的自己人 还是个断气大师 这不得好好拉近一下距离 哦 黎长老曾经提到过 御兽宗有一位徐妙云长老 温婉美丽财运兼备 知书达礼 刚才看到您的瞬间 我就觉得您 一定就是这位徐长老了 唉 我还想过阵子就去见您了 没想到正好碰到了 这是黎红长老临终室 让我交给您了 他居然和你提过我 是黎红的字迹 这确实是他的金笔 要劳你了 不过这么晚呢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可知道明台山是禁地 就算你出来乍道不清楚 指引弟子也应该提过才是 这个徐长老有点难攻略啊 黎长老的金笔书信 都不能让他完全放下界限 啊 哈哈 黎长老临终前跟我说 玉兽宗有叛徒 让我多关注明台山 恰巧我撞见赵长老鬼鬼祟祟 于是便跟来看看 等等 徐长老为何也深夜在此地啊 按照您的说法 您应该更清楚 禁地不可擅闯才是啊 啊 我 我是 别出声 他出来了 嘘 赵法出来了 我们快躲起来 我是察觉赵法今天行迹有点可疑 于是跟我来看看 好 好炙热的怀抱 是 是谁在那儿 给我出来 难道是被发现了吗 那我知好 赵长老 都这个点了 你怎么在这里啊 啊 原来是大茂啊 真巧 这么晚了 来明阁所为何事啊 该死 居然被他撞见了 啊 不瞒长老 我奉师尊之命 去明阁取悟 啊 长老 你看这些侍卫 怎么晕了 莫非 有人闯进了明阁 我得赶紧汇报师父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但凡早一些 或者晚一些 都不会碰到我 害我不得不多生知己 为了防止被宗主发现 只能让你忘记 上山后的事情了 要怪 就怪你运气不好 啊 赵法已经走了 我去前面看看 大茂怎么样了 赵法不会给他 喂的是毒药吧 还好 还有机器 哦 哼 那个赵法胆小如鼠 不敢杀人 更何况是宗主的 清传弟子 如果周大茂死在这儿 宗主一定会大动 干戈查清真相 应该是利用丹药 除去了周大茂的记忆 我也累了 你若有事 可去练气堂找我 看在黎红的面子上 能帮忙 我一定会帮的 对了 多谢你把这封信给我 这对我很重要 大茂 你想了 我奉师尊之命 去民阁取悟 不料竟晕倒了 劳烦叶小师叔 送我回来 真是奇怪 我身体哪有这么虚啊 最近没受过伤 也没中过毒的 大茂兄客气 方才你怎么晕倒的 还有印象吗 记不记得晕倒前 发生了什么 完全不记得了 头好痛 周师兄 你去哪儿了 怎么才回来 等你半天了 成乐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 有点私事想 单独和周师兄请教一下 有个碍事的在旁边 我还怎么完成师父交代的任务呢 既然如此 反正你也到了 大茂兄 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我回去了 好 今天多谢小师叔了 导致周大茂的结局之日 已经出现了 此人手上就是毒球 但愿他能避过此劫 全部搞定 叶楚云 你终于回来了 让咱们师兄 你几个好等 让你之前在后山寿场 戏弄笨大爷 害我受了重伤 这么喜欢招惹你惹不起的人 我成全你 今晚就是你的死期 还真是要来一起来啊 正好快刀斩乱马 将你们一锅断了 回禀宗主 昨晚周师兄被不知什么人毒害 已经弃绝 弟子们正在调查 而且叶楚云师叔也不见了踪影 什么 快去找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宁阁昨晚被盗了 到现在都还不清楚丢的是什么 现在周大帽又遭人暗害 说不定是同一人所为 有人盯上了御兽 这可怎么是好啊 已经让人清点出来了 丢的是灵界的地质堪于图 什么 地质堪于图 这可不得了啊 地质堪于图乃是灵界大笔的地图 四大宗各持四分之一 这要是丢了 我们御兽宗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啊 叶楚云这个时候失踪也是蹊跷 说不定他就是刘云宗派来的奸细 李长老不过是个幌子 这会儿 他一定带着地质堪于图 畏罪潜逃了 没错 我们早就说这个叶楚云留不得 这才刚来了我们御兽宗几天 就让全宗上下鸡飞狗跳 真是个祸害啊 只是对不起宗门仙辈 要不是师兄一时心善 坚持将叶楚云留下 引狼入室也不会酿成如此大祸 完了 我们御兽宗的名声全完了 慢着 此事绝非叶楚云所为 昨晚我亲眼所见 召法打云守卫弟子进入民阁 随后召法遇见周大茂 并为周大茂吃了断念丹 至于周大茂的死 说不定也是召法搞的鬼 徐妙云师妹此话何一 可有证据 血 血口喷人 徐妙云 你一个妇人知道什么 难不成 你是想为叶楚云开脱 才故意陷害我 宗主 你要为我做主啊 是啊 徐妙云 你维护叶楚云 该不会因为她被黎红收作弟子 你就把那些龌龊心思 转移到了她身上吧 就算这样 也不能随口攀咬无辜啊 你 确实光说无凭 可是我保留了证据 各位看看这个呢 为了防止被宗主发现 只能让你忘记上山之后的事情了 要怪 就怪你运气不好 这 居然真的是赵长老 赵师弟 这么多年 我最知道你的性子 你不会做出这等背叛师门的事情 是否有人指使你 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师兄 我 我错了 赵法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偷大宗门地图 亏我还这么信任你 你到底是什么企图 师兄 你 吴长老 别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啊 你就不怕赵长老反水 到时候把你也供出来 叶楚云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周大帽 你没死 可是成乐他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叶楚云必死无疑吗 我们昨晚确实擒出叶楚云 给他喂了毒药 还把他扔到后山栏窝里了 他不可能还活着呀 同怕要叫你们失望了 你们的那点毒药 还毒不死我 多亏了脖子上的吊锤 这世间百毒在他附近 都会失效 叶楚云 你在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以息息道来 师父 救我 我来说吧 昨夜 我遇见从明阁出来的赵长老 赵长老 可能担心东窗事发 给我为了失忆的丹药还不放心 便让长乐来给我下毒 还好叶师弟让我提前防范 弟子这才安然无恙 赵师弟 事已至此 我也无法保你了 人证物证俱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宗主 我是有苦衷的呀 你可还记得 徐林 我有印象 他是你的爱人 可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没错 我 等我听闻 刘云宗有一秘术 可开明云之界 引渡死去的亡魂 若有此物 我 或许可以将他救活 赵长老 你可知道刘云宗 是剑宗启家 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秘术 不知道是谁变得瞎话来骗你 就算有 他们也不会给你 只会继续利用你这个弱点 和你武长老的身份 逐步瓦解玉兽 没想到这个胆小如鼠的赵长老 竟能为心爱的女子做到这个地步 这 这怎么会 终究是个痴人 赵师弟 我只问你一句 地质堪于途 现在何处 我 给吴师兄了 我的任务只是 偷出地质堪于途 他负责 以刘云宗的人接投 赵王 你真是好狠毒的心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缘 你要这样迫害我 这关我什么事 你受了谁的好处 要来咬我一口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 想来这么短的时间 你们还没能把地图送出去 戒律堂的手段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只需要让他们搜一搜便知 绝不会冤枉的 蒋正清 你就纵容这么个矛头小子污蔑我 居然还要让戒律堂的人来搜我 见真其人太事 师弟 此时事关宗门未来 如果想要证明清白 搜一搜又何妨呢 正如叶楚云所说 如果你没做 没有人能冤枉你 该死 这蒋正清是铁了心要除掉我了 臭小子 竟然算计我至此 今日老夫即便是死 也断不能叫你好受 小师叔小心 胡赵老 你好大的胆子 尽管在正地行凶 你眼里可还有玉兽宗门规 天相凶又如何 等着戒律堂的人来了 老夫怕也难逃一死 既然这样 我不如将这小子一起拖下地狱来的痛快 正如 你们不是还妄想利用这小子振兴玉兽宗吗 今日我便断了你们的念头 玉兽宗和我一起陪葬 怎么回事 这小子竟然安然无恙 这是什么 小白 你怎么出来了 你休息好吗 看到了吗 这小族的灵宠不对劲 不是玉兽 和我们玉兽宗的玉兽之法差别很大 没错 能正面挡下吴博叶一击 怎么说都得是万法境 他一个远海境的小子如何驾驭 难道是 灵宠人族 不可能 你去去远海境 如何打得下我这一招 一定是侥幸 一招不成 那就再接我一招 给我去死 吴师弟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玉兽宗正殿 不是让你随意撒野的地方 就此收手吧 这是 放开我 这是什么好东西 万法境都能捆住 这是昆元祖 一阳境之下都能被制服 也可以说是专门用来对付 高阶万法境的 毕竟修为太低 也用不上 蒋正清 你居然用坤元所捆我 刘云宗不会放过你的 我劝你十项点 不如趁早臣服 还可保留几分颜面 吴师弟 你还是这般糊涂 刘云宗何时放过谁 想要翻身 玉兽宗只能主动迎战 将他带下去 按宗门规矩处置 此等背弃宗门之人 不必再留了 至于赵师弟 便在你痴心一片 才误入歧途 并且尚有悔改之意 主动告发了吴伯彦 你就终生闭关死过吧 日日后悔自己犯下的过错 这就是惩罚了 谢师兄